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第467集 和您按住我的肩膀 还是用我的弹药吧 它是仙体 你这些弹药 对它的用处不大 我将和您的弹药 给冬月吃下 这些药果然厉害 她的身体开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没过多久 便睁开了眼睛 冬月 你感觉怎么样 还有哪里疼吗 我没事 别瞎担心了 她站起身来 身体却摇晃一下 差点摔倒 我连忙将她扶住 伤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怎么会这样 身体上的伤好了 但仙灵受的伤 却不那么容易好 说着和您又拿出一瓶丹药 这个拿去 温养仙灵的 不过 你想要恢复实力 每个十年八年的 是不行了 谢谢你 不用谢 别忘了 她是我的投资 如今从几死了 凡间也得救了 该带我上天庭了吧 话音未落 就听到天空中传来一个声音 如同滚滚雷声 震耳欲聋 冬月大帝 金鸿氏 谢你一日之内 回天界树职 不得延误 这是什么 这是天庭的传令官 你为了救三界 受了这么重的伤 都不让你休息一下 要你回天界树职 这也太过分了 我跟师父抗议去 说着我拿出手机 却发现师父已经下线 联系不上 估计知道我要求情 先跑了 冬月朝我笑了笑 如今我和何宁的实力 已经暴露 是骗不了天道了 不宜在人间交流 俊耀 你也一起 随我回天界吧 我搀扶着他 不论你去哪里 我都跟着你 我们 再也不分开 我伸出手 和他食指相扣 冬月欣慰地将我 搂进怀中 在我额头上 印下一问 你们能别撒狗粮吗 我们又回到了泰山 进入了冬月宫 直接登上升天台 出现在了仙山之前 冬月招出他的莲花 我们俩踏花而行 而何宁则送他的乾坤代理 召唤出了一头灵兽 那灵兽长得十分霸气 有些像华夏古代传说中的麒麟 华夏麒麟的形象有很多种 有的像长脚的马 有的长得像狮子 而他所骑的这一头 就像是一头狮子 威风凛凛 我们往灵霄店而去 忽然一大群仙女飞了过来 分立我们的两侧 弹奏着各种各样的乐器 跳着舞蹈 他们身上索批的批驳 在空中不停的飞舞 长袖七七 一派盛世繁华的景象 远远的 我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灵霄店 那灵霄店富丽堂皇 巍峨壮观 店门前立着四根玉柱 那玉柱之上各盘踞着一条金龙 走得近了 我才发现 那四条金龙居然是活的 古书上说 天庭之中许多柱子的装饰 都是真龙 原来是真的 忽然之间 灵霄店的大门轰然打开 以天地为首 无数仙人迎了出来 一时间仙月飘飘 无数的仙兽在四周跑来跑去 仙女们都风华绝带 冬月从莲花上下来 大步来到天地的面前 跪下行了一礼 臣 冬月惊鸿事 拜见天地陛下 我也走上前去 丹西跪下 弟子袁君瑶 拜见师父 众仙人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开始窃窃私语 这姑娘居然是天地陛下的弟子 这姑娘到底有什么出色之处 居然被天地设为弟子 这姑娘可了不得呀 天赋惊人 你们知道她几岁开始修炼的吗 二十岁 什么 修炼不都得从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吗 二十岁居然能够达到神级后期的修为 等等 她几岁啊 她今年才二十七八岁 七八年间 她就从普通人修炼成了神级后期 换了是我 我也要收她为徒 天地走向前来将我们搀扶而起 辛苦你们了 幸好陛下早有准备 不然 恐怕我们就回不来了 这些话听着有些刺耳 英曹地府是她的领地 天地在她的犯人身上下咒 她居然不知道 她是有些情绪的 天地却仿佛听不懂她话里的意思 来 我们进去说吧 回到了灵霄殿中 我环视四周 发现这里凋梁画洞 到处都是精美的鲜玉和宝石 许多柱子上都有大大小小的龙盘矩 天宫不愧是天宫 天地的宫殿比西王母的瑶池漂亮多了 大大小小的尖人立在大殿的两侧 天地带着我们进来 按照规矩 冬月大帝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只需要走到他身后半步之处 我是他的弟子 就算与他并肩而行 也没有人敢说什么 至于何宁则走在我们身后 目光在仙人之中扫过 没有找到他那个心心念念的人 有些失望 来人 给三位救三界于水火的意识 设坐 立刻便有几个美丽的仙女 将三张玉石椅子送了上来 我们各自落座 不少羡慕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 看来 在大殿上能够得到天地陛下赐坐的 是一项莫大的殊荣 天地将衣袖一甩 在最高处的宝座上坐下 脸上带着微笑 多亏了三位 这次三界才能免遭劫难 更让十亿华夏人恢复人身 民于水火 暗律该赏 你们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吧 话音未落 和您便站了起来 天地陛下 我没有别的要求 只希望 您能准许我见一见我的妻子 自然可以 阁下的妻子 姓氏名谁 我妻子名叫南明 生于南海之中 比我年岁更长 众先人文言 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议论纷纷 何宁可想 你说南明夫人是你的妻子 正是 南明夫人得到多年 身居简出 不惜与人交往 你若要去见她 正可以允许 但她愿不愿意见你 就看你们的缘分了 天地允许 我就放心了 不知道 她如今住在何处 她住在南幽海的仙山之中 但南幽海十分之大 其中仙山仙岛又多 这样吧 广城子 广城子出列行礼 属下在 你便带何宁一时 前往南明夫人的洞府 让他们夫妻团聚吧 陈灵旨 阁下 请吧 那么 在下就告退了 她向我们示意之后 便匆匆跟着广城子走了 可见有多么着急 她对南明的感情一定极深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河 蓝山梦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冬月 君瑶 你们有什么想要的吗 尽管说 冬月立刻拉起我的手 来到大殿正中 向天地行礼 陛下 臣请陛下 为我俩赐婚 此话一出 很多仙女咬碎了银牙 撕碎了手帕 好 这是一桩大喜事 朕 现在就下旨赐婚 冬月 君瑶是朕唯一的弟子 朕把她当作女儿来看待 你要好好待她 若是对她不好 朕可不会饶了你 多谢陛下 陛下请放心 我一定不会委屈了她 现在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好意思 紧紧拉着她的手 师父 您放心 向来只有我欺负人的 没有人欺负我的 天地再次笑了起来 众仙人也跟着笑 哈哈哈哈 好 这才是我的弟子 我和冬月刚刚坐回去 忽然有一人走出先班 陛下 冬月帝君一人身兼 冬月东华两大帝君之名 持两枚玉玺 这是亘古未有之事 也不符合规矩 请陛下另立冬华帝君人选 冬月淡淡看了她一眼 说话的是一位女仙 乃东陵圣母 在天界的地位不一般 她的话很有分量 此话一出 众仙开始议论纷纷 如果冬月真是身兼两职 势力太大 几乎架空了天地 这是很敏感的事情 此时冬月站起身来 陛下 冬月圣母所说很有道理 臣愿将东华帝君的印系 交还陛下 请陛下重新选择 有德有才之人担任 这样也好 冬月帝君虽然有功 却也不能坏了规矩 我再赏赐你天界的顶级珍宝 作为补偿吧 冬月从乾坤袋中拿出了东华帝君的印系 在手中轻轻摸了摸 便交给了端着托盘来的女仙 气氛顿时有些压抑 冬月牵着我的手正要告退 忽然听到一个声音道 陛下 从即虽已浮诛 但罪魁祸首还在 此言一出 如同狂风刮过水池掀起了大浪 我看向说话之人 猎人也是一名女子 身穿华服 头戴朱翠 容貌十分美丽 明星玉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原来这一位就是明星玉女 太平广记中记载 这位女仙上古时代居于华山 以玉叶为时 白日飞升 在隋唐之室 华山上还有她的妙语 她的地位不低于东陵圣母 诸位应该知道 我早年间降服魔怪 被伤了眼睛 后来在极东之地 得到了一双明珠 冲作眼睛 这双珠子 能见世间一切善恶 婴儿才能看出 从即虽死 但罪魁祸首仍在 众仙低声议论 天地的面色有些沉 请问玉女 你所说的罪魁祸首 究竟是何人呢 明星玉女朝着 冬月一指 就是她 冬月帝君 众人一惊 天地的脸色 更加沉了一份 哼 玉女这是公报私仇吧 谁不知道 玉女当年暗恋 冬月帝君 但冬月帝君 对玉女 一直不假词色 据说当年 玉女乘着 摇驰攀陶会 对冬月帝君 自见诊席 冬月帝君 言辞拒绝 当众落了 玉女的面子 这么多年 这玉女恐怕 怀恨在心吧 两人一唱一鹤 让明星玉女 勃然大怒 陛下 我是为了三界安宁 日月朝朝 可见我之真心 天地不说话 旁边有别的仙人道 明星玉女 既然你说 冬月帝君 才是罪魁祸首 可有证据 若无证据 你就是诬陷帝君 是要落罪的 大家都知道 那从疾 是冬月帝君 身体里分裂出来的 从疾就是冬月 冬月就是从疾 那又如何 既然已经分了出来 就不再是议题了 上古时代 还有许多仙人 是上古大神的眼睛 手脚所画呢 若真如此 倒也罢了 我这双眼睛 能够清楚地看到 冬月帝君体内 再次凝成了一团 黑色邪恶之气 那邪恶之气 现在还很弱小 自然无碍 但许多年后 他又会再次衍生出 一个穷凶恶极的从疾来 今日的灾难 恐怕 要再重演一遍 众仙人经的目瞪口呆 议论之声再次响起 看向冬月的目光 开始染上了怀疑 这一点 想来众位魂冤无疾 大罗金仙都能看出来 大家一看便知 天帝陛下 您千万不能被他所蒙蔽啊 天帝阴沉着脸 其实他早就看出来 但看在我的面子上 并不打算当场揭穿 只想日后慢慢想办法 但如今 却被明星玉女当众说出 他不处理也不行 这时 仙班之中又有一名仙人 那是一位男仙 一副中年人的模样 下巴上留着落腮胡子 恭敬地行了一礼 陛下 臣复议 说吧 又有几名仙人出来复议 冬月做了这许久的冬月帝君 而这个职位本就是长行御 和人间百姓的生死祸福的 仙人们有后代留在人间 时不时便有人向他说情 请他网开一面 放那些人一条生路 但冬月向来秉公执法 很少有网开一面的时候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如今有了这个由头 那些仙人自然要出来作怪 冬月刚刚才拯救了三界 你们怎能如此待他 冬月帝君的确拯救了三界 但三界之所以有此劫难 都是因为他 他不过将功不过 哪里有什么功劳 我气得微微颤抖 就在这时外面有侍者道 众人一愣 只见迷伦仙女穿着一身白色衣裙 头戴百花 惶惶而来 众人立刻给他让路 迷伦仙女生东华 冬月两位帝君 又是水衣仙尊之女 乃上古神仙 众人怎么都要给几分薄面 陛下 冬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体质 却是因为我当年盗取陛下的宝物 声声将他救活所致 一切的冤念 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愿意受任何责罚 只求陛下饶过冬月 他是无辜的 说吧 再次俯身行礼 言辞切切 令人动容 陛下 臣自知罪孽深重 愿意交出冬月帝君之位 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明星玉女冷哼一声 哼 交出帝君之位又如何 你怎么能保证多年之后 不会再出现一个从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第468集 冬月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数日之前 为了炼制拯救世人的丹药 我与君瑶前往极东之地 见到了扶桑树神 求得扶桑花 树神有一个条件 要我二人前往大千世界 为他种下树枝 以应对多年后的劫难 我们已经发下了毒史 因此 我们会前往别的大千世界 永不回来 众人心中安静 都有些不忍 连明星御女心中 也有些不是滋味 金虹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 难道你还要我 失去另外一个吗 冬月没有回头看他 在我还未出生之时 你就已经失去我了 迷论仙女浑身一震 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了下来 那个落腮糊的仙人 冷哼了一声 哼 说的倒是冠冕堂皇 谁知道你会不会瞒着天庭 悄悄回来 请陛下降旨 除去他的仙灵 拔除他的仙根 让他成为一个凡人 永不能修炼 这样哪怕再有穷凶极恶之人 从他体内分裂而出 也危害不了三界 冬月的敌人纷纷出裂 急声复役 反正已经把我们给得罪死了 自然要穷追猛打 不能给我们报复的机会 此时天地叹了一口气 也罢 行走于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小千世界 也不是坏事 反而更利于你们追求大道 他看向我目光很深 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 去追求你们的道 我知道 这话其实是对我说的 陛下 真意已决 谁若亢命 按犯上论主 一股强大的威压 从宝座上弥散开来 众人暗暗心惊 天地这是一门心思要护短呀 这些人虽然憎恨冬月 但谁敢跟天地作对 连那落腮胡子的仙人 都低下了头 不敢抗制 我低下头 双膝跪下 朝他深深磕了一个头 师父 保重 给你们一天时间 去处理好地球上的事情 然后 你们就走吧 我和冬月齐齐心力 臣 告退 我们牵着走 缓缓地朝着大殿门外走去 金虎 弥伦仙女哭着叫了一声 冬月步子一顿 依旧没有回头 木槿 忘了我吧 我们成年而去 弥伦仙女哭倒在地上 白色的群居如同鲜花一般绽放 明星玉女看着我们紧紧牵在一起的手 心有不甘 眼睛里面仿佛脆了毒 却无可奈何 天地孤独地坐在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 嘴角挑起一抹苦涩的笑 真是羡慕我们 从此 海阔任鱼药 天高任鸟飞 做一对自由自在的碧人 十年之后 山城市 自从十年前的劫难之后 整个华夏有三分之二的人 觉醒了异能 那些虎视眈眈 以为华夏经此大难会欲绝不振 想要趁火打劫的国家都被惊到了 华夏已经成了一个一人之国 他们若想入侵华夏 成功的可能性太低 就算成功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反而便宜了别人 于是 华夏不仅没有因此分裂消失 或者贫穷没落 反而以此为契机 变得更加强大 十年 既短又长 山城市已经重建 更加的繁茂鼎盛 我的宅子跪远之中 树木郁郁葱葱 到处生长着灵植 因为聚灵镇的缘故 院子里的灵气 比其他地方多了数十倍 这些年也不是没有人盯着这座宅子 但打他主意的人 都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不管是世家弟子 还是普通富豪 没人能够幸免 于是人们知道 这栋宅子虽好 但水很深 从此 再无人敢打贵园的主意 又是一年秋天 秋高气爽 滑灯初上 忽然来了很多车 停在了空了许多年的贵园门口 上官允从车上下来 整理了一下西装扣子 抬头望着黑色的门扁 和珠红色的大字 心中一阵怅然 这时大门开了 一个西装革履的侍从笑道 啊 上官家主 几位家主 宗主都已经到了 正等您呢 上官允点了点头 大步走进了客厅 客厅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 几个人围坐在桌边 正在悠闲地喝茶 白宁清 云永清 皇甫莲华 徐永义 小林 上官允看了一圈 西非清的小子呢 皇甫莲华道 听说在今年年初 去探索一座秘境 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今年怕是来不了了 上官允在桌边落座 云永清道 恭喜上官家主 你刚刚突破了神级巅峰 离飞生成仙 只有一步之遥了 唉 只可惜我前段时间 被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闪上了 没能来参加你的宴会 心意到了就够了 云宗主最近很忙吧 云永清在山城市 建立了一个云清宗 之前他所管理的那些散修 全都加入了宗门 一跃成为了山城市 最大的门派 唉 容成的非云宗 总是来找我们的麻烦 七招迭出 让我们防不胜防 说起宗门 花宗主怎么没来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河 蓝山梦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花宗主 就是阿信 他本姓花 但这个名字对于男人来说有些羞耻 他已经改了名字 叫花姓轩了 自从冬月走后 他就成了依王宗的宗主 本来所有人都以为 依王宗没了尹圣瑶这个九品炼丹师 很快就会完蛋 没想到 阿信居然力挽狂澜 不仅修为突分猛进 还招揽了一批厉害的高手 作为宗门护法 而他也很快考到了七品的炼丹师资格证 依王宗不仅没有被毁掉 反而越来越好 他正在攻克九品丹药 准备今年去考九品炼丹师 所以会晚一些 皇甫家主 恭喜啊 你和花宗主好事尽了吧 皇甫莲花脸颊一红低头道 已经定了婚期了 明年的春天 众人都露出了喜色 互道恭喜 小林打趣道 你的修为比阿信高 炼丹术也比阿信高 看来你们家 以后就是你做主了 多亏了君瑶的御检 他将毕生所学都记录在了御检之中 慷慨地给了我 我才能有今日 众人都露出了怀念之色 徐永逸轻探 当年 若不是他慷慨地给了我们那些宝物 我们都不会有今天 徐永逸如今也成了宗门的宗主 统领着西华宗 乃一方豪强 白宁清狠狠道 只可惜 没见上他一面 当年他只有一天的时间 能够见上自己的弟子 和弟弟一面 将一切都安排好 已经很不容易了 白宁清低下头 望着手中的茶杯 有些落寞 在他的眼中 我们始终是比不上他的弟子和兄弟的 众人都露出了失落之色 气氛有些压抑 幸好沈安逸那个臭小子 两年前飞升了 不然 我每年的今天 都要看他的臭脸 真是打我一口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 风风活活走了进来 正是阿兴 他已经是个翩翩青年 身材高大 容貌俊美 只是此时满脸的烟灰 如白玉蒙尘 还没开饭吗 他急匆匆的跑来 坐在荒腐莲花的身边 你看看你 连脸都不擦就出来了 我不是怕来晚了 吃不成饭吗 他掐了一个法绝 给自己使了一个洁净皱 将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 又变得风度翩翩了起来 怎么样 成功了吗 我出马 哪有不成功的 太好了 我们华夏 又多了一个九品练男师 小林 已经做了好多年的 山城市分部部长 本来前几年 有机会高升去首都 但是他拒绝了 山城市是他的家 他不愿意离开 这时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这是个好消息 当副仪大白 众人抬头 看见李木子抱着一只酒坛 大步走了进来 众人眼前立刻就亮了 李木子将酒坛放在桌上 打开风泥 一股浓郁的酒香飘了出来 众人还没有喝就已经醉了 来来 尝一尝 这个是师父酿的酒 只剩这最后一坛了 连扶桑树神闻了 都走不动路的 他给众人一人倒了一杯 木子的修为已经突破了神级中期 接管了我留下的所有产业 也成了一方豪强 但是每年的这一天 他总会洗手做羹汤 和面前的这些人一起吃一顿饭 小林笑嘻嘻地问 向东阳呢 还在厨房里盛汤呢 饭菜已经做好 马上就上来了 话音刚落 向东阳就亲自端了一碗汤 身后跟着几个女仆 每人手中都端着一盘精美的菜肴 走了进来 饭菜一上桌 白宁清就夹了一筷子 嗯 这味道是得了君瑶的真传啊 木子 我都想娶你了 哼 怎么 想跟我打一场 向东阳这人很邪门 明明只有神级出气的修为 却能够杀死巅峰的高手 华夏上下一提起他 没有不胆寒的 打就打 我还怕你了不成 白宁清起身就要脱衣服 李木子翻了个白眼 好了 都别闹了 来喝酒吧 众人举起酒杯 李木子的目光 在众人脸上扫过 和往常一样 这一杯敬师父 十年前的今天 他和冬月大帝一起 被天定流放 再也不能回来 当他临走之时 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 让我们能受益一生 他对我们的恩情 我们永世不能忘 众人眼中 弥漫起一抹惆怅 一口饮尽 从十年前开始 每年的今天 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 都会聚集在这里 吃上一顿饭 纪念那个早已远去的人 酒席上的气氛 一直很热闹 听说和冬去见南明夫人 见到了吗 谁知道呢 反正和你也没再回过凡间 再说了 谁在乎他呀 你们说 君尧和 那个人 他们现在 在哪个大千世界 不知道 不过 我相信 那一定是个很美的地方 故事正文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明天 开启 番外内容哦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明天 不见不散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番外 一 三千世界之科技文明 第一集 我们是偷偷走的 我不习惯离别 去凡间见两个弟子和弟弟 让我根肠寸断 我不想看到师父和黄山君 几位前辈爱上的脸 冬月是浑云无际 大落青仙 不需要传送证 他用一件黑色的大肠 将我包裹起来 这件大肠是一件法宝 可以破碎虚空的过程中 保护我的肉身不受伤 我对穿越时空 已经很熟悉了 有大肠护着 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什么 再次睁开眼睛 我们已经来到了 一个陌生的世界 天空灰蒙蒙的 空气中 有着极为严重的辐射 望眼望去 全都是破碎的机械碎片 远处还有一架坠落的 圆环形的宇宙飞船 这里像是一座 失落已久的缘故战场 我随机选择的一个文明 居然是科技文明吗 还是四级科技文明 科技文明还分等级吗 冬月 你以前也去过别的大肠世界吗 只去过一次 那是什么样子 我所去的那个星球 没有陆地 全都是水 星球的统治者是一群人鱼 人鱼 和神话传说中的一样吗 对 和娇人差不多 但细节上有些区别 当初我要突破混原无极大罗金仙 独孤老人告诉我 在那里我才能够悟到 我便去了 后来呢 我和人鱼的国王成为了至交好友 我帮助他们杀了吞星兽 在杀死那头巨兽的时候 我受了点伤 差点死去 在宾死之间 我参悟了道 得以晋升成为混原无极大罗金仙 吞星兽是什么 吞星兽是一种极其巨大的星兽 它有着漫长的寿命 在星际中游荡 它以星辰为食 不管是恒星 行星 还是卫星 都是它的食物 它们体型庞大 一张开嘴 就能将星辰吞下肚子去 消化之后再拉出来 那星球上的生物 当然都死了 不过经过吞星兽消化的星球 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有的会变成死星 有的反而会变成土壤肥沃 适合生命生存的星球 比如我之前去过的那个水世界 就是吞星兽所拉出的排泄物 就在这时 我们听见了嘻嘻缩缩的声音 抬头一看 发现一些长得很奇怪的人形生物 围了过来 冬月将我抱入怀中 这些全都是长期暴露在核辐射之下 导致基因变异的人类 那些人望着我们 哗啦哗啦地说着什么 我立刻将神石放出去 通过他们的脑电波 轻而易举地听懂了他们的对话 这两个人长得好漂亮啊 难道是从中央星来的 中央星的人 为什么会来拉击星呢 他们身上一定有好东西 这些变异人全都露出贪婪的光 冬月冷眼望着他们 一旦有什么举动 他就会出手 忽然一阵鹤马声响起 变异人们被驱赶着让开了一条路 接着一群穿着铁甲 手中拿着武器的人走了过来 只不过他们所穿的战斗服 都有些肮脏和破旧 手中的武器不知道用了多久的垃圾货 也只是能用罢了 为首的一个掀开了自己的头盔 他的半边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流子 看起来十分可怖 他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 露出了一丝银血 黑黑冷笑了两声 两位是其他星球的吧 怎么到咱们低劲来了 难不成是犯了罪被流放来的 我们都没有说话 他往前走了两步 既然来了垃圾星就别想走了 我在这垃圾星也算是个人物 只要跟着我 把我给伺候好了 吃香的喝辣的 生活绝对不比中央心差 怎么样啊 他朝我们抛了一个媚眼 看得我一个机灵 眼角跳了跳 觉得昨天的晚饭都快吐出来了 我正要说几句话讥讽一下 他突然停在了冬月的面前 伸手就去摸他的下巴 怎么样 要不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我心头有一万匹草泥马呼啸奔腾而过 冬月的额头抱起一个十字青筋 下一秒那变异人就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脚抽动了两下不动了 我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不作不死 敢打冬月大帝的主意 你这是老兽性上吊嫌命太长了 冬月冷冷地环视四周 身上放出一股威压 压得周围的人瑟瑟发抖 全都跪倒在地 饶 饶命啊大人 我们不知道您是尊贵的念师 冒犯了您 想见大人不计较让过 放过我们吧 他们不停地磕头 吓得鼻涕眼泪流了一眼 冬月看了那死身影 他是你们老大 是 是 很好 带我们去他的住所 我有话要问 那个所谓的老大 住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废弃的碉堡 看里面的设置 这里应该是战争时期的指挥部 里面各种设施应有尽有 只不过大多 破旧不堪 很多都不能用 我们叫来那个老大的副手 仔细问了问 原来这个世界已只有两大星系 这两大星系组成了一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都是帝国 这里是垃圾星 也是当年两大星系战斗的古战场 已经废弃多年 而核辐射还会在此遗留上万年 这颗垃圾星属于战龙帝国 这个世界以科技为主 但有一群人名为念师 他们有着远超普通人的强大精神力 据说达到3S级别的念师 能够以一人之力摧毁掉一座星界 当然念师是很少的 这个世界的儿童 在六岁的时候进入小学 就要全面检测 一旦发现念师的天赋 立刻会被中央星最好的军校录取 这些念师国家倾全力培养 学成毕业之后 必须在军队服役五年才能够离开 但两个帝国都不允许 自己国家的念师移民去对方国家 冬月 既然来都来了 不如去中央星看看吧 这个科技未免挺有意思的 就像是看科幻电影一样 好 作为神级巅峰的高手 我已经能够在真空中行走 只是时间不能太长 冬月带着我飞到太空中之后 伸手在半空中一滑 一道漆黑的裂缝出现 我们进入那缝隙之中 眨眼间已经来到了数万年之外 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蓝色行星 几十条星轨围绕着它 四周还有六七颗卫星围绕着 正是战笼帝国的中央星 中央星是地球的九倍大 人口却是地球的十五倍 连星轨上都住满了人 小卫星上也住得密密麻麻 无数的星舰在这片星域穿行 中央星没有码头 码头都在这些小卫星上 星舰上的乘客们在小卫星上下船 然后再坐百渡船前往中央星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河 蓝山梦 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哦 我们自然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进入了这颗拥挤的星球 没想到这颗星球居然如此美丽 风景宜人 城市之中到处都是绿色植物 我竟然看见了好几种灵质 冬夜你看 这是金光月华草 我蹲在路边的花坛边满脸兴奋 想要摘下一朵来 它按住我的肩膀指了指天空 我抬头一看 看到一架巡逻的无人机正朝我们飞来 悬停在我们的头顶监视着我们 我立刻将手缩了回来 你要是喜欢 我们去买一株吧 可是 我们没有这个世界的钱呢 冬月神秘一笑 跟我来 他直接带着我来到了成东的一个街区 一进入这里 我就发现里面很乱 来来去去的人 看上去都很不好惹 一脸的凶声恶煞 这个世界的人和地球人长得很像 只是高大很多 再加上一张凶恶的脸 给人一种压迫感 冬月直接带着我来到了一家卖植物的店铺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美艳的少妇 她一看见冬月 眼睛立刻就亮了 扭着翘臀 风情万种的向她抛了一个眉眼 帅哥 要买什么 冬月拿出一块中品零食放在柜台上 推到她的面前 她眼睛顿时亮如星子 立刻警惕地看看四周 帅哥 根据帝国的法律 奶卖零食是犯法的 何况 你这是中品零食 既然如此 我找另一家 等等 美艳少夫立刻压住那块零食 按了一个按钮 金属门立刻关了起来 帅哥 你开个价吧 五千万星币 什么 帅哥 你这药价也太高了吧 按照我们黑市的规矩 一块下品零食 只能卖八万星币 按照帝国的规定 中品零食只能卖三千万星币 但你能买刀吗 美艳少夫微微眯了眯眼睛 半分钟后 我们就拿着一张五千万星币的黑卡 走了出来 冬月 你怎么知道这里收灵石 我的神石 可以覆盖整颗星球 我目瞪口呆 覆盖整颗星球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浑源无极大罗金仙的真正实力吗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找个名人的地方 把扶桑树枝种下去吗 不 先找个酒店 酒店 你看看现在的太阳 你睡觉还早呢 他一把抱着我的腰 将我拉进了怀里 温热的嘴唇贴着我的耳朵 你忘了之前答应我的事了 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的脸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那个 怎么 你说话不算话 不是 我有点 别怕 我会很温柔的 帝国中央星最豪华酒店的顶层 我抬头望着玻璃天花板 上面有一座水池 波光绿营 将阳光切割成无数的碎片 洒在我的身上 一条条五彩斑斓的鱼 在我头顶游过 美得如梦似幻 这时 浴室的门开了 身披浴袍的冬月 从浴室之中走了出来 我立刻紧张地拿起了酒杯 仰头一饮而尽 他脸上勾起一抹愉悦的笑容 缓缓朝我走来 冬 冬月 不要再叫我冬月了 我已经不再是冬月大帝 玉璇也已经交还给了天地陛下 那我可以叫你什么 叫我唐明灵 可是 你有这两个灵魂 我已经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每到一个新世界 就变回荣梦 在这个世界 我是唐明灵 在下一个世界 我是隐生阳 这 还有这种操作 怎么 不喜欢啊 他离得越来越近 语气也越来越暧昧 我连忙往后退 渐渐退到了床铺的最里面 这床大的惊人 至少有五米 红色的床灯 让我脸色红得像要低血 他却跟着我 我往后爬一步 他就往前一步 气氛越来越诡异 我转身想要爬下床 却被他一把抓住了脚 用力地拉了回来 你 你放过我 我踢了他一脚 他笑了笑 低头在我脚背上印下一吻 我想要将脚缩回来 却被他拉得很紧 根本动弹不得 别紧张 我 他在我唇边留下一个吻 我浑身一震 每一寸肌肤都紧绷了起来 他察觉到我的紧张 勾入勾嘴唇 抱着我踪声而起 下一刻 我们居然来到了水池之中 色彩斑斓的鱼 在我们身边游走 被我们惊了一下 全都四散逃走 你干什么 在水里 你不会那么紧张 只要 我到这一天 已经到了很久了 我吐了一个水泡 伸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鼓足了全部的勇气 闻上了他的唇 他的脸上满是星喜 紧紧地搂住我 我的头发在水中飞舞 如同一团黑色的烟雾 水面荡漾起 一层层淡淡的涟漪 阳光映在我的身上 就像一片片金色的鳞片 我俩紧紧相拥 就像两尾纠缠在一起的鱼 君友 君友 她的声音在我耳边萦绕 像人鱼的歌声 充满了魔力 让我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 时光如同流水 多年之后 我想起那一天 我人生之中 第一次有意义的和欢 就像这一场 逸腻的梦境 因为背光 她的脸有些暗 那双眼睛 却亮如清晨 照亮了 我的心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明天 不见不散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翻外一 三千世界之科技文明 第二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了床上 盖着温暖的被子 唐明离抱着我 睡得很熟 我转过身 望着她长长的睫毛 总觉得很不真实 我没忍住 抬手 轻轻摸了摸她的眉毛 她忽然笑了 俊阳 昨天感觉如何 我的脸又红了 转过身去 还行 她微笑地搂住我 将脸埋在我的后颈里 俊阳 我的俊阳 我的嘴角勾起 一抹淡淡地笑 心中满满地 感觉到了 千所未有的幸福 这样的日子 似乎也不错 虽然再也回不去 故乡 却能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 浪迹天涯 忽然 她抓起衣服 在我身上一裹 我便穿得整整齐齐 而她却光着上身 只穿了一条黑色长裤 从被子里飞了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 一大群全副武装的战士 冲了进来 将我们团团围住 她将我拉到身后 冷冷地看着那些人 战士们 让开了一条路 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 走了进来 冷冷看了我们一眼 我们接到线报 你们私自藏友 并且买卖中品零食 违反了帝国法律 放弃抵抗 立刻跟我们走 那个美燕少傅 居然出卖了我们 据说 举报零职买卖 能够拿到一大笔赏金 两头赚钱 真是好算计 唐明丽 微微眯了眯眼睛 今天我心情很好 而你们却来破坏 我的好心情 真是罪无可恕 明顽不灵 开枪 无数能量子弹 从枪管中冲了出来 如同雨点一般 朝我们袭来 唐明丽脸色一沉 那些子弹 生生停在了半空之中 那领队的军官 不敢置信地看向我们 你们是 你也是 唐明丽将手一挥 士兵们全都飞了出去 那个军官更是摔进了池子里 挣扎了好一会儿才爬起来 还差点被一条大鱼给咬了 等他上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走了 他惊慌地拿出通讯器 赶快禀告宫里 有势力强大的念师 进入了中央心 什么 你们什么等级 初步判定为 3S级 立刻禀报陛下 我们现在去哪 既然敢出卖我们 就要付出代价 此时 那个美艳少傅 已经来到了中央心的 另一个半球 一座新的城市 他已一亿高价 卖掉了那块中品零食 又得到了上千万的赏金 一夜暴富 自知在之前的城市 待不下去了 便收拾家当 来到了另一座城市 重新开始 中央心上 基本上一个大洲 就是一个城市 人们出行 都是用飞行器 速度非常快 半个小时就能够 在两个大洲之间来回 那个美艳少傅 正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穿着一套蓝色的比基尼 只遮住了重点部位 一个英俊的男人 正跪在他的身后 给他揉肩膀 他端起一杯酒 满脸的惬意 却突然觉得眼前一暗 一个人影从天而降 吓得他立刻就跳了起来 是 是你们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既然敢出卖我 就要有死的觉悟 美艳少傅吞了口唾沫连连求饶 后退两步 忽然就抓起椅子 背后的玲瓏腔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猙獰 去死吧 唐明尼用看死人一般的眼光 看了他一眼 带着我飞了起来 玲瓏弹全部打在了沙滩上 他正要举起枪 朝着天空射击 却发现插在沙滩里的太阳伞 自己拔了起来 漂浮在半空中 他还没有回过神来 那太阳伞猛的一路 他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倒在了地上 那尖锐的伞柄 从他的肩膀插了进去 穿透他的身体 将他牢牢地盯在了沙滩之上 鲜血在他的身下 集成了一个小小的血潭 唐明尼杀人 从来心狠手辣 敢背叛他的 没有一个好下场 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已经坐在一家 小酒馆里悠闲地喝着酒 这个世界的酒 味道很美妙 是黑色的 但入口唇香 让人身心舒畅 你们听说了吗 黄城那边出现了一个 三S级的念诗 听说连大皇子都惊动了 我们战龙帝国 虽说S级的念诗很多 但三S级的一个都没有 连SS级的都只有两个 皇室对这次的事情很重视 如果那人不是敌谷的间谍 皇室一定会下邪本招揽的 说起来 大皇子可是我们国家 唯一一个有 三S级天赋的年轻人 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敌国一直想要杀他 不知道派了多少杀手 不过一直都没有成功 这次的三S级念诗 不会是敌国派出的杀手吧 开什么玩笑 谁会把三S级念诗 派出来当杀手啊 又有哪个三S级念诗 愿意自降身份 做这种事情 我正听得起劲 唐明临忽然勾了勾嘴角 我们有客人到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河 蓝山梦 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哦 花音未落就听见门响 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 那两个人长得都很英俊 戴着墨镜 身上所穿的青色制服 有一个狮子装的怪兽标志 周围环绕着金色的花环 这个标志我见过 是皇家的家徽 他们静止来到我们面前 恭敬地行了一礼 两位念诗大人 我们奉大皇子的命前来 唐明离端起大杯的黑酒 喝了一口 大皇子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两个人从衣服里 拿出一件东西 放在我的面前 这位女士 大皇子说 只要看到这个 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是一朵桃花 我心中一震 拿起来 那桃花是六磅 桃花一般都是五磅 六磅的很少 但是在上古时代 神族的桃花园中 有一个神族少年 深爱桃花 于是他研制出了一种 六磅桃花 而且那桃花的花蕊 是血红色的 为桃花添了一抹 妖艳的美感 这朵花 六磅 血蕊 难道 车就停在外面 如果二位同意 与大皇子殿下见面 就请上车吧 好 我就去见他一面 唐命令皱了皱眉头 却没有多说什么 一把揉住我的肩膀 既然我的宝贝 想要见见他 那我们就勉为其难 见见这位大皇子殿下吧 说吧 我们登上了皇家的飞行器 呼啸而去 留下一酒吧的人 面面相去 战龙帝国的皇宫 据说有上万年的历史 并不是科技感 很强的那种建筑 反而更像是欧洲的古堡 里面的装潢是戈特式的 到处是彩绘玻璃窗 光线有些阴暗 皇宫里工作的女仆和侍从们 也都穿着复古的宫廷服饰 一位长相俊美 彬彬有礼的侍从走了过来 朝我们行了一礼 两位 我是大皇子殿下的贴身侍从 艾拉 殿下让我先来 迎接两位 既然大皇子这么重视我们 就该亲自来迎接 你们这是招待 三S级念师的态度吗 说吧 他抓住了我的手 君佯 这位大皇子太过无礼 我们走 刚走出两步 我就听到一个声音 两位且慢 我步子一顿 唐明丽也停了下来 抱住罗的肩膀 转过身去 迎命而来的 是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年轻人 看上去二十七八岁 长相俊美 有着一通深红色的短发 他虽然长得很好看 但和唐明丽比起来 却差了很多 大皇子殿下 那个贴身是从 爱拉宫庆的弯下腰 两位 欢迎来到皇宫 我本来在闭关 听到两位到达的消息 就立刻赶了过来 来迟一步 怠慢了两位 请两位见谅 殿下贵人是忙 能够波容来见我们 我们就该赶温戴德了 哪里还敢不满 他的语气很不好 但大皇子却面带笑容 没有丝毫地不高兴 我已经备好了好茶 请两位一步一续 他带着我们来到 一处僻静的院路 院中种着一棵高大的桃树 开满了六瓣桃花 花蕊血红 星星点点 美得艳丽 树下有一张石桌 桌上摆着紫砂茶具 粉红色的花瓣随风飘落 落在竹子的茶盘之中 孤雅动人 这茶壶 这茶具和我记忆中的 那个族人最喜欢的一套 一模一样 请 大皇子看了我一眼 微笑着说 我们各自落座 他亲自煮茶 动作优美 如同行云流水 十分养眼 简直是美得享受 他和我记忆中的 那个人一模一样 不知不觉之间 泪水已经打湿了我的眼眶 我的族人们 在伤害世界死亡之后 用秘术将灵魂送入了三千大世界 夺舍的夺舍 投胎的投胎 有了新的人生 真没有想到 我被流放之后 第一个所到的世界就能见到故人 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我看得入了神 唐明离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等一壶茶煮好 倒入紫砂茶壶之中 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 桃花的香味在唇齿间流连 让我仿佛置身于那古老的桃花园中 只可惜 那片美丽的桃花园 早已经消失在了遥远的时空 唐明离喝完手中的茶 殿下 我们开门见山吧 你见我们 到底想干什么 实不相瞒 我是想招揽两位 出任我战龙帝国的国师 据我所知 现如今战龙帝国国师 是一位SS级的念师 也是你的恩师 殿下是想要让恩师退位 把国师之位让给我们 我的恩师自然有他的去处 两位可以考虑一下 我所给出的条件 绝对让两位无法拒绝 哦 什么条件 说来听听 大皇子拿出一只玉盒 推到我们面前 唐明离无所谓地打开 却忽然眯起了眼睛 那是比支架盖还小的 一块玉石 但又不是普通的玉石 那股汹涌的强大力量 和东华东越的玉玺 一模一样 创世时 我惊了 之前我只知道那枚玉玺是一种特殊的玉石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却不知道它是创世石 创世石是创世之初所形成的一种石头 里面蕴含着强大的创世之力 可以说它是整个世界的基石 所有的大千世纪都是由这样的创世石建造而成 它生成了万事万物 乃生命的最初起源 如你所见 我拥有一块创世石 那石头 以我现在的修为来说 没有任何用处 但是对这位唐先生来说 却很重要 唐先生 你看如何 唐秘密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创世石啊 我哪里敢得罪一个混元无奇大罗金仙呢 我需要考虑一下 当然 唐先生可以慢慢考虑 与女士 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 我没有拒绝 大皇子彬彬有礼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们便走出了院子 在深宫里闲逛了起来 唐秘密看了一眼我们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抹阴霾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番外一 三千世界之科技文明 第三集 袁女士 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吧 我愣了一下 看了看四周 歌腔有耳 现在说这个怕是不合适吧 皇宫是我的地盘 我们想说什么都可以 我心中有些惊讶 她只是个皇子 却操控了整座皇宫 恐怕整个帝国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不愧是我神族之人 飞玉 你是飞玉 她的唇角勾起一个唯美的弧度 袁女士 你能记得我的名字 让我深感荣幸 你是怎么来这里的 我在死亡之前 用秘书将自己的灵魂 拔出了身体 投入到茫茫的时空裂缝之中 我已经不记得 到底在时空裂缝中 飘了多少年 某一天 我看到了一抹光 当我醒来的时候 母后已经将我生了下来 只可惜 我来了这个世界很多年 对这里依然没有归属感 在我的心中 我永远是那个神族的子民 而我的亲人 只有桃花园里的那些人 她的眼中似乎有些我不懂的东西 但稍纵即逝 她望着我 你呢 说来话长 我将自己的经历细细讲了一遍 飞玉听得叹息不已 原来我神族 尚有一人存活于事 太好了 我神族 终于有了传承下去的希望 她深深地望着我 眼中是难以掩饰的激动 袁女士 大皇子殿下 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 她愣了一下 唐先生 唐命令来到我的身侧 看来殿下和我的未婚妻 谈得很敬兴 大皇子的脸上 仿佛又戴上了一张假面具 连笑容都显得很格式化 原女士对战龙帝国的风土人情 都很喜欢 不知道唐先生考虑得怎么样了 唐命令挽住我的手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当然 我为两位安排最好的住处 不必了 我自己会安排 出了皇宫 我有些不愿 你又吃醋了 他一把将我搂进怀中 那个大皇子 无论容貌和修为 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怎么会治他的错 我心中烧鞍 将头枕在他的大腿上 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的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都过得自由自在 我们找了一处风景优雅的高地 将扶桑树枝种了下去 至于能不能活 就看他的造化 这几天竟然是我这么多年以来 过的最美好的日子 但美好的日子不会长久 这天早上 我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从睡梦之中醒来 再次被唐命令套上衣服 冲破天花板 飞出了酒店 轰的一声巨响 我们刚才所住的酒店 被炸了个金光 冲天的火光拔地而起 开出一朵耀眼的蘑菇云 唐命令的脸色很难看 尖叫声和哭喊声响了起来 下面顿时乱作一团 透过火光和烟雾 我看到对面高楼的屋顶 站着一个身着红色长袍的男人 那个外貌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 但我知道他至少已经三百多岁了 这是一个高手 我不是他的对手 你是何人 袁正 那红袍男人目光森染 打量着唐命令 你就是那个突然出现在中央星的 三S级高手 袁正 没听说过 袁正眼中迸发出一股凌冽的怒意 怒火化为真正的火焰 围绕着他的身体不停地飞舞 看来他在这个世界的名气很大 认为唐命令是故意侮辱他 他哪里知道唐命令不过实话实说罢了 无知小二 袁正怒吼 一股强大的力量朝着我涌了过来 唐命令凑到我的耳边 找个地方躲起来 躲起来 这三个子对我无比讽刺 什么时候我才能不成为他的负担 我点了点头纵身跳下 逃到几个街区之外 军队已经开进来了 保护周围平民撤离 袁女士 忽然一艘飞行器停在我的头顶 我抬头一看 车门打开 露出了飞鱼的脸 袁女士 这里危险 快上来 我踏上了他的飞行器 这飞碟一样的玩意儿 划过低空 朝着皇宫相反的方向飞去 这个袁正是谁 袁正是敌国的国士 3S级高手 他向来不会走出敌国首都星的 想必这次是听说我国也出现了一个3S级高手 才专程来杀唐先生的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3S级高手 就是袁正 他是世界的最强者 这么多年来 敌国一直压制我们大 就是因为有他的存在 他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 过着神一样让人崇敬的生活 自然不会容忍别人来威胁自己的地位 不可饶恕 飞行器进入深山之中 山体之内有一座地下城堡 里面的装潢充满了古代地球的雅致风格 到处都是亭台楼阁鸟语花香 我走在廊桥上 看着下面的湖泊河里面游动的鲤鱼 陷入了沉思 喜欢这里吗 你可以在这里逼迫 你放心 作为同族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我还要去保护平民 告辞 等等 还有什么事吗 我缓缓地来到她的面前 仔细看着她的眼睛 仿佛要看到她的心里去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河 蓝山梦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评论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哦 原证的到来 是你策划的吧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从敌国的首都心 到战龙帝国的中央心 要过多少关卡 如果一个3S级高手 能够来去自如 你们连一点风声都没有收到 战龙帝国早就灭亡了 飞鱼 不要把我当傻瓜 我看起来像个无脑的女人嘛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神族最后一个人了 你不觉得 又为神族延续后代的责任吗 我的眉头紧锁 眼神冷了一分 他忽然激动地按住罗的肩膀 俊瑶 我们结婚吧 什么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我要你为我生个孩子 一个有着神族血统的孩子 他看着自己的双手 眼中通满了怨恶 我一直以自己的血统为傲 但为了活命 从山海大陆逃出来 在获得了这具肉身之后 我没有一天不悔恨 没有神族的血统 就算活下来 又有什么意思 他深深地望着我 眼中露出几分狂热 直到我看到了你 从希望上看到你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你是神族 一个纯正的神族 那一刻 我终于有了希望 冤君尧 你就是我的希望之光 飞鱼 你别忘了 就算我生下你的孩子又怎么样 他仍然不是纯粹的神族 而是一个杂种 这句话像一柄刀刃 狠狠地插进他的胸膛之中 给了他致命的遗迹 他失魂落魄地后退几步 沉默了片口 袁君尧 只要我的后代有神族血统就行了 千百年后 总有一个惠凡族 就像你一样 你已经疯了 没错 我疯了 那又如何 你知道我当年在山海大陆 经历了什么吗 在那个暗无天热的地窖之中 被他们无尽地抽取血液的时候 我就已经疯了 袁君尧 和我在一起有什么不好 我可以让你成为战龙帝国的皇后 你想要的东西 不管天涯海角 我都会找来 呈现在你的面前 你会拥有权力和地位 拥有那些你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我看着他疯了 我看着他疯狂的模样 觉得很痛心 就算重生了又如何 他太眷恋过去 无法融入这个新的世界 过得比死还痛苦 那么其他人吗 他们过得还好吗 飞月 你给我听好 我想要的东西我自己会去拿 不需要别人拿到我的面前来 更不会卑贱地出卖自己的孩子来换取 你是在侮辱我 侮辱神族 现在的你和那些囚禁你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他浑身一震 开始轻轻地颤抖 他似乎有些犹豫 但最后对神族血统的渴望 还是占据了上风 他抓起我的手 远君尧 你给我听着 我是绝不会放你走的 我会想尽办法 杀了那个男人 将他的头颅 送到你的面前 说吧 他后退一步 来人 话还没有说完 我忽然出手了 我朝着他拍出一掌 掌风凌凌无比 带着惊龙之士 朝着他杀去 我是S级的念师 相当于天仙的力量 以你现在的实力 是伤不了我的 说吧 他抬起手轻轻接下了我这一掌 可是下一秒他就发现 自己的身上就像被压了一座大山 沉重无比 根本动不了 他不敢置信地低下头 看了一眼手心中的那个俘虏 原来我的那一掌中 隐藏了一道俘虏 那个俘虏 才是我真正的杀招 这 这是组掌印 你怎么会 难道是何宁 何宁已经将组掌印交给了我 隐藏在了我的身体之中 就算你的肉身不再是神族 但灵魂仍是 这组掌印对灵魂仍然有效 他愣在当场 两久才哈哈大笑起来 真没想到 我那么渴望做一个神族 到最后 到最后毁灭我呢 竟然是我身上唯一与神族有关的东西 一滴晶莹的泪水顺着他的眼角滑落 看着眼前的他 我居然一点也恨不起来 只觉得胸膛里像塞了一团棉花 堵得慌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缓缓走了过来 他看了飞鱼一眼 将一个圆溜溜的东西扔在他面前 空气中 蔓延着血的味道 那居然是一颗人头 圆正的人头 你故意把我的消息泄露给他 然后为他大开方便之门 不就是为了杀我 然后抢走我的未婚妻吗 可惜他太弱了 你若要杀我 至少要找十个圆正来 飞鱼撇了那人头一眼 废物 我替你除去了敌国的最强者 你是不是该负我一点酬劳 说吧 他的气势忽然一冷 说 创世实在哪 唐明离 你自许聪明 却还是会上当 根本就没有什么创世实 我唯一找到的 就是那小小的一片 既然你不说 那我就只能对你搜魂了 明离 他毕竟是我的族人 放心 我的实力和他相差这么大 对他搜魂 不会让他变成白痴 只会让他头疼欲裂个一年半载罢了 说吧 将自己的神识猛地伸到了飞鱼的脑海之中 飞鱼发出一声惨叫 我有些鱼心不忍却又不得不硬起心肠 两久 唐明离收回了手 脸上满是失望之色 而飞鱼则软倒在地 鼻孔里流出了鲜血 眼神有些呆滞 他说的 都是真的 你居然胆敢骗我 若不是看在你是君妖的族人 我早就杀了你 明离 我们走吧 离开这里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满身的怒火 都仿佛在这一瞬间消散干净 他将我抱进怀中 轻轻抚摸我的长发 好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番外二 三千世界之奴隶闻名 第一集 不知不觉之间 我们已经去了十二个世界了 这些世界大多是科技文明 我们留在那个世界的时间 也有长有短 留得最长的 人类所建立的国家 被生化人所推翻 生化人将人类圈养 实行高压统治 我们在那个世界生活了十年 我们帮助人类打败了生化人 重新建立了国家 让无数人类免于奴役之苦 也算是大功德一件 离开那个世界之后 我们遇到了时空风暴 在时空裂缝里 飘荡了整整一年 才终于找到了出口 逃了出来 但在逃离的时候 我们又遭到了一次 时空风暴的攻击 唐命令报警的我 替我挡下了大部分的力量 但我还是被击中了胸膛 感觉像被一个高手 狠狠打了一拳 一口鲜血喷出 唐命令也受了重伤 陷入了昏迷之中 轰的一声 又一次能量攻击 打在我们身上 将我们打散开来 我被能量的巨浪卷着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远处飞去 命令 我叫着她的名字 再一个浪头打来 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 也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鱼腥味 我艰难地爬了起来 只觉得胸口一阵阵抽痛 四周很暗 墙壁是铁皮 上面的油漆早已被斑驳腐蚀 地面轻轻摇晃着 我将神石放了出去 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居然在一艘船上 看来这是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现在得从这里先出去 我从乾坤袋中拿出一把匕首 这是我在一个科技世界 找到的特殊材料 非常坚硬 却十分柔韧 轻轻松松就破开了铁壁 我从这阴暗的船舱里走出去 正好看见两个戴着黑色头套 手中拿着枪械的人 大步走了过来 我立刻推到阴影之中 听到他们说 这批货的成色不错 这次我们一定能大赚的 在交货之前 咱们兄弟也好好享受享受 跟砍管货物的老铁说一声 咱们今晚就去 两人的笑声十分猥琐 我皱了皱眉头 用神石在船上一扫 顿时变了脸色 原来这艘船的船底 居然关着很多少年少女 这些人大都只有十四五岁 有男孩也有女孩 一个个脏兮兮的 像动物被关在笼子里面 眼中充满了恐惧 这艘船所谓的货物 难道就是这些孩子 他们居然在贩卖人口 真是最大喝气 我找了一个落单的船员 对他们进行了搜魂 这一搜却让我非常生气 原来这个世界奴隶贸易是合法的 这里的文明和地球文明的等级差不多 这个星球是地球的三倍 人口却是地球的十二倍 在这里没有什么比人类更廉价 只要两百金珠就能够买到一个十五岁的美貌奴隶 金珠是这个世界的通行货币 一个金珠相当于我们那边的一块钱 这里的奴隶是没有人权的 比地球上的猫狗都还不如 有的国家还出台法律不允许虐待猫狗 而这里只要买下奴隶 对他们做什么都行 哪怕是虐杀 真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么文明 却又野蛮的事情 夜色很快就降临了 有个穿着皮加克的男人手中端着一点食物 大步走向关窝的船舱 船舱上有一个巨大的铁锁 那男人满脸的猥琐 掏开了钥匙打开门 小美人 哥哥来看你了 你要好好地报答哥哥的救命之恩 他一进门 就看见一个破了的圆形铁壁 脸色顿时变了 正要大喊 却被我一把卡住了喉咙 我将他缓缓举了起来 他惊恐地望着我 双腿拼命地挣扎 和我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呢 他拼命地摇头 没有什么男人 我又一网网鱼 把你的海里救起来的 我眯起眼睛 唐命地跟我肯定在同一个时期 只是降落的地方不一样 他受了那么重的伤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真是担心 我直接扭断了那人的脖子 他虽然救了我 却仍然是个令人恶心的人口贩子 他最喜欢做的 就是虐待那些无助的奴隶孩子 我拿出改造过的寻人镜 很快镜面质上浮现了一个画面 我一看 差点给欺诈 他的容貌已经变换成了隐胜瑶 此时正躺在一张豪华的大床上 还在昏迷之中 一位美丽的白衣少女 正坐在床边 将手中的药汁含在嘴里 然后嘴对嘴地喂给他 我眼睛有些发红 敢碰我的男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将镜子放好 眼中闪过一抹沙印 我来到关押奴隶孩子的底层船舱 之前的两个船员用一瓶酒 贿赂了看守奴隶的老铁 走进了舱里 像挑牲口一样挑选着 这些可怜的孩子 少年少女们惊恐地往后缩 心中暗暗祈祷 求神灵保佑 他们不被这些禽兽给选到 其中一个船员选中了 一个十四岁的漂亮女孩 将她从里面拖了出来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就要行禽兽之事 四周到处都是孩子们压抑的哭声 和禽兽的笑声 我心头的怒火一下子窜了出来 我缓缓地来到他们身后 孩子们对我投影了惊讶的目光 船员似乎发现了什么 骤然回头 还没反应过来 一团火便喷到了她的脸上 将她的脑袋烧成了一团焦炭 下一刻 另一个船员拔出枪朝着我连开三枪 我抬起头眼神犀利 那三颗子弹声声停在了半空 我再微微一抬下巴 子弹飞了回去 三颗都打在了船员的脑袋上 她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就倒在了地上 死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和 蓝山梦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哦 那个被拖出来的女孩 瑟瑟发抖地望着我 我给了她一个和谐的笑容 姑娘别怕 你叫什么 我 我叫 叫安娜 安娜 我是来救你们的 小女孩先是满脸惊喜 随后摇了摇头 不行的 大姐姐 我们全都是奴籍 不管去了哪儿 都逃不掉的 在这个世界 只要变成了奴隶 户籍就会变成奴籍 奴籍没有人权 就是一个人性的物品 没关系 我会安排好的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一个灵力的声音 怎么回事 为什么里面有枪手 赶快把门给我打开 是船长 船长很可怕 他会把我们都杀死的 别害怕 一切由我 你乖乖待在屋子里 待会儿无论听到什么 都不许出来 知道吗 安娜茫然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舱门开了 而我迎面走了出去 很快 屋外就传来了 一连串的枪响和惨叫声 奴隶孩子们惊恐地 抱成了一团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门再次被打开 我缓缓走进来 身上的衣服 一尘不染 好了 安娜 你们都自由了 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你们要在那里好好生活 安娜似信非信 我用灵力驾驶着运奴船 来到了一座荒芜人烟的海岛 然后从乾坤带里 取出一个房屋模型 放在地上 双手掐了一个法诀 念诵咒语 模型越来越大 变成了一座大楼 这是唐明离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做的 她心灵手巧 我在练气方面实在赶不上她 我吩咐这些奴隶孩子全都住在了这里 给他们留下了充足的食物 让最大的几个孩子来照顾他们 便离开了荒岛 我要去找尹圣瑶了 她在各个世界里穿梭 每到一个世界就会变换容貌 有的时候是唐明离 而有的时候是尹圣瑶 弄得我都快清风了 就像三批似的 我根据镜子里显示的方位 来到了一座繁华的城市 除了文字不一样之外 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地球上几乎没有多少区别 除了奴隶 就像卖小猫小狗一样 街上有不少卖奴隶的店铺 随随便便就能买一个奴隶 然后找户籍厅 将户籍转过来就行 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律 像我这样没有户籍的黑户 全部都会被打为奴隶 一旦被警察抓到 就会给我打上奴隶 然后送去官方的市场交易贩卖 当然 前提是他们能抓到我 在第二个世界的时候 我就已经正式突破了神迹巅峰 成为了仙人 若是在地球 我现在已经分身到仙界 在上个世界的那十年 我得到了一个机缘 突破了一个大街 成为了天仙 师父说的没有错 虽然我被流放了 但在各个世界穿梭之中 我的修为增长得更快 离我所追寻的大道也越来越近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座户籍厅 用射魂之术操控户籍厅的人 给我成功办理了一个户口 我是从偏僻地方来的 父母是一个小贵族 没错 这个世界有奴隶 自然也有贵族 在漫长的历史之中 有许多贵族传承了下来 只是很多家族虽然有爵位 但其实早已落寞 手中有几十末良田 仅仅够糊口罢了 而我给自己的设定 就是出生在没落贵族家中 虽说没落了 但贵族就是贵族 总比普通的平民百姓好 有不少的特权 我去银行办了一张卡 然后拿出两块零食 换了一大笔钱存入了卡中 柜台小哥不停地朝我抛面眼 想要让我的联系方式 我在心中默默翻了一个白眼 在这个世界 很多人想要借着和没落贵族通婚 拿到贵族的身份 提高自己的阶级 我站在城市的边缘 远远地看了一眼 那座建在山峰上的庄园 脸色微沉 尹圣遥就在那座山庄之中 据说这庄园属于 这个国家最庞大的家族墨家 墨家有着公爵的爵位 对于这个国家的政局 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富可敌国 是一个庞然大物 而我在镜中所看到 那个未要的女人 是墨家的千金大小姐 公主一般的人物 我冷哼一声 公主又如何 在之前的几个世界 皇帝皇后公主王子 我见得多了 到最后不过是 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我找了一个饭馆 吃了一顿晚饭 华灯初上之时 我便来到了那座庄园 庄园之中灯火通明 正在举办宴会 柔缓的音乐 配上宾客们的笑声 为这个深沉的夜 染上了一抹艳色 以我天仙的实力 进入庄园 如入无人之地 令我奇怪的是 这个世界的天道 居然没有压制我的力量 难道这里有和我一样 强大的存在 又或许 我没有做出什么 损害这个世界平衡的事情 天道才对我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对宴会没有兴趣 直接来到了楼上的客房 尹圣瑶依然在昏睡 我连忙直起她的手 探查她的伤情 伤得很重 我从乾坤袋里 找到最好的 粮商鲜丹 给她吞下 然后将灵气 输入她的体内 为她融化药力 灵气走了一个大周天 我忽然听到 外面的脚步声响 将灵气收回 睁开了眼睛 门开了 那位墨家的小公主 走了进来 她看见我 顿时愣住了 脸色一沉 你是谁 我是她的未婚妻 是你救了我丈夫 未婚妻 你说你是她的未婚妻 有什么证据啊 你又是怎么闯进来的 你救我的男人 我很感激 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 哼 你似乎弄错了什么 这世上 哪还有我墨楚遥 做不到的事情 你到底是谁 要是再不说实话 我就叫保安了 我侧过头 看了看床上的男人 既然你不需要我的报答 我就将他带走了 告辞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明天 不见不散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番外二 三千世界之奴隶闻名 第二集 等等 他伤得这么重 医生说不能移动 你救了他好几天了 治好他的病了吗 我请了最好的医生 给他看病 你能给他什么 他不是你可以肖像的 莫楚遥浑身弥漫起 一股森染的怒意 后退几步 来人 救人入侵 一时间警笛大作 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保安 冲了进来 一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的 中年男人恭敬的道 大小姐 管家 立刻把这个闯入者 给我抓起来 按照我国的法律 擅自闯入贵族的家中 是什么罪 平民闯入贵族府邸之中 不管何种原因 最低的要判处三年徒刑 很好 按照法律办吧 保安正要冲上来 我却淡淡的说 前提是 如果我是平民 莫楚遥眯起眼睛 若有所思 难道你是贵族 我拿出一个徽章 那是我让户籍人员 帮我入的 没落贵族的家徽 这个家族祖上 曾经扩过 据说还有人做过宰相 但后来人丁不忘 所以渐渐没落 这一代只生了这个女儿 而且五年前就失踪了 我就是入的 那个女儿的户籍 按照户籍上的名字 我叫月东宇 月家的人 管家对于这些贵族家徽 如属家珍 自然不会不认识 按照法律 贵族闯了贵族的家 只需要赔钱就行 莫楚遥的脸色 顿时变得很难看 我可以带走 我的未婚夫了吗 你说你是月家的人 除了这个家徽之外 还有什么证据 我没有必要 向莫大小姐提供证据 莫大小姐三番四次 阻止我带走未婚夫 难不成看上她了 莫楚遥被说中了心事 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 她正要开口 管家说话了 未婚夫 如果阁下真是月东宇 就应该知道 您和我家的三少爷 有婚约吧 这下连我都震惊了 我还是查了一下 这个月东宇的资料 没有听说她有婚约 这件事是莫家和月家 两家已过世的老爷子 定下的 还有信物 那信物是用珍贵的 极品临时雕刻而成 如果你是月东宇 就应该有那件信物 拿出那件信物 您就是我们的座上宾 如果没有 你就是冒牌货 冒充贵族是大罪 至少要住十五年的牢 莫楚遥的眼中露出一丝兴奋 如果我去坐牢 尹圣瑶就是她的了 她不禁对管家 投去赞许的目光 这个为莫家 服务了一生的人 果然很靠得住 我由于重要 杀了这两个人 然后带着尹圣瑶 跑路的冲动 不过尹圣瑶还受着伤 我不能成为 通气犯东躲西藏 何况 被一个莫楚遥毙的 东躲西藏 我不要面子的吗 这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极品临时所做的视频 我有很多 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件 莫楚遥眼底 闪过一抹鄙夷 极品临时做的 视频极为难得 哪怕是富豪如莫家 也仅仅只有几件而已 她已经认定 我是冒牌货了 既然你要看 我就让你心服口服 管家 去叫我三弟过来 把信物带上 是 管家微微弯腰 不多时 一个身穿华服的男人 走了进来 脸上还带着唇印 很显然是从女人堆里 硬拖出来的 哪个骗子在冒充 我的未婚妻啊 莫楚遥朝我看了一眼 就是这位 年轻男人的目光 落在我脸上 顿时就亮了起来 我的容貌很美 当然 世上没有长得不美的仙女 经过无数次的突破和进击 我的身体被多次锤炼 越来越渐进完美 何况天仙等级的气质 更然是超然卓绝 哪怕我收敛了气息 但那种让人惊艳的感觉 可仍然可以直击人心 莫楚遥的目光 黏在我身上 怎么都不愿意挪开 大姐 这就是我的未婚妻吗 看来爷爷那个死老头子 临死前做的决定 还是很正确的嘛 他到底是不是月东雨 现在还说不清 只有拿出那件信物 才能确定 莫楚遥从脖子上 拿出一个吊坠 是这个吗 我用神石一扫 立刻就将吊坠的模样 看得仔仔细细 然后再将神石 伸入了乾坤袋中 选了一块差不多的 几品灵石 以神石化为刀 以极快的速度 在灵石上雕刻起来 干你了 月东雨女士 我沉默下来 怎么 拿不出来吗 她侧过头对管家说 哼 管家 报警 能呢 大姐 能不能把她给我 你要她干什么 你身边的美女 你身边的美女还少吗 就在这时 我缓缓地拿出一条吊坠 你们说的是这个吗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手中的吊坠 和莫楚鱼 手中的一模一样 极品灵石的强大灵气 为她染上了一层浅浅的光运 莫楚遥缓缓地走过来 拿过吊坠 仔细看了看 又抬头看了看我 你竟然真的是 大小姐 能让我看看吗 莫楚遥递给她 她仔细观察了班上 我听说 岳家大小姐的信物 曾经磕掉了一小块 这个 却很完整啊 你亲眼见过信物 没有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你们对我的身份 还有别的意义吗 莫楚遥的脸色很难看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和 南山梦为您演播的 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哦 那么 我就告辞了 我伸手去报应圣瑶 却听莫楚遥 娇起的道 不要 我奇怪的看向她 她深吸一口气 换上了一副笑脸 刚才是我失礼了 不过 岳大小姐 请问这个人和你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已经说过了 她是我的未婚妇 你不是和我有婚约吗 我看了她一眼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有什么婚约 但她是我的未婚夫 我们已经打算结婚了 她会受伤也是为了保护我 我将隐生瑶抱了起来 莫楚于焦急地看向了姐姐 你想这个办法呀 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 给她看病 医生说 要让她醒过来 需要养魂白鱼果 我步子一顿 隐生瑶的伤 其实不需要养魂白鱼果 她的伤虽然严重 但没有伤到伤魂 我亲自给她调理个四五天 就能醒来 但是 如果我的分身有了 养魂白鱼果就能够醒来 当时师父给了我一天时间 去处理凡间的事物 我回到了山城市 见了弟弟之后 就将埋在聚林阵中的分身 挖了出来 放进了乾坤袋中 随身带在身边 乾坤袋本来是不能放有生命的动物的 但隐生瑶给我炼制了一个 专名的养灵兽的灵兽袋 养魂白鱼果是很珍贵的灵质 十分稀有 我去过好几个世界都没有见到 没想到 这个世界居然会有 莫楚瑶见我动了心 连忙趁热打铁 月大小姐 我家有最好的药物 最好的医生 让她留下来治病 比离开的好 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到莫楚遇到 你要是不放心 也可以留下来嘛 莫楚瑶瞪了她一眼 实不相瞒 我就是医生 她的病我要亲自治疗 既然莫家愿意提供药物 我也多谢各位的好意 等我的未婚夫身体好了 我会拿出相应的补偿 感谢莫家 莫家和月家 祖上是世交 月大小姐这么说 可就见外了 还不赶快给月大小姐 安排住住 于是我们便住了下来 管家给我安排的屋子 有些远 我以照顾病人为借口 并没有住过去 根本就不睡觉 医不解代的 在她身边照顾 连下人们都对我交口称赞 说我情深义重 这话莫楚瑶大小姐 自然是不爱听的 有我守在尹圣瑶身边 她接近都接近不了 莫楚于来约了我好几次 我都以照顾病人为友 推脱了 让她很不爽 这天早上 我刚为她吃下丹药 莫楚瑶就带着 一大群医生走了进来 那些医生一进门 就不满地说 你怎么能给她胡乱吃药 病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办 我瞥了莫楚瑶一眼 各位 你们先检查检查 圣瑶的身体再说 哼 这个不需要你说 要是她的病情恶化 你是要负责任的 我让到一旁 医生们七手八脚地 检查了半天 都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情 哎 不可能了 她身体那么糟糕 我们都以为她活不下来了 这才几天 她居然就好了这么多 莫楚瑶心中一阵 不敢置信地看了我一眼 医生 她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过来 现在还说不准 身体虽然在好转 但还没有清醒的迹象 养魂白玉果找到了吗 我会尽力去找的 听说我派出去的一支队伍 已经得到了可靠的线索 要不了几天就会有消息了 真没想到啊 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于是 请问你师成何人 医术竟然这么高明 过奖了 我不过是随便学学罢了 既然你不愿意说 我也不勉强 以后我每过三天来检查一次就行了 这主治医生的头衔 得让给你 告辞了 这个医生年纪很大 没想到她倒是豁达 让我对她有了几分好感 莫楚瑶看我的眼光有些不同 似乎若有所思 当天晚上她又来了 脸上带着笑容 仿佛和我是多年的好友 一进门她就先道歉 说那日盘问我 也是为了隐生瑶担心 怕我是假冒的 让我见料 伸手不打笑脸人 虽然知道她肯定另有企图 但我也没有拆穿 莫大小姐 今天来 不会只是为了道歉的吧 唉 月大小姐 实不相瞒 我的外祖父生了怪病 好几年了 请了很多医生 用了很多药也不见起色 月大小姐医术如此精湛 因而想请您 给我外祖父看一看 我自然是不愿意的 莫楚瑶也不强迫 只是每日送一些 珍贵的灵芝灵药来 这些药物对隐生瑶的伤 都有好处 好几样都是我的库存里没有的 这个莫楚瑶倒不是那种 凶大无脑的草包美人 相反她非常聪明 这样的聪明人 倒是让人警惕呢 三天之后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莫楚瑶满脸笑容 亲自来接我 我坐上了她的专属坐甲 据说这辆车的牌子 只生产贵族用车 而这种车型 必须是高等级的贵族 才能够乘坐的 其他人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她瞥了我一眼 借我眼中毫无波澜 似乎对着颇天的富贵 司空见惯 眼底有些不甘心 又有些惊讶 似乎越来越看不懂我了 车子驶出了莫家的庄园 开过了一座小山 来到了一处深山中的别墅 那别墅对外戒备森严 有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看守 我用神识一扫 发现这些人全都是正儿八经的军人 莫家似乎和政界联姻 对了 之前听下人们说过 莫夫人的父亲 是已经卸任的总统 原来 我今天是来给总统看病 一路畅通无阻 进入卧室 一进门 我就嗅到了一股危险的味道 我挑了挑眉 原来这个世界 也有妖魔鬼怪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番外二 三千世界之奴隶闻名 第三集 前总统的夫人早已过去多年 现在家里是一个女管家管事 那女管家慈眉善目 话也不多 谦卑而公顺 几个女仆和护士 在照顾床上的病人 莫楚遥上前道 外公怎么样了 老先生的病情 越来越严重了 已经没有意识 莫楚遥眉间 爬上一抹愁容 我请了一位医生 来给外公治病 你们把床帘挑开吧 一听说我是医生 女夫和护士 都用诡异的目光望着我 倒不是不信任 而是怜悯 我在心中冷笑 看来莫楚遥果然不安好心 不过这种小孩子的游戏 在我眼中简直不值一看 我缓缓走上前去 闻到了一股浓郁的妖气 再看床上的人 那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趴在床上 头发长得很长很蓬松 无论动作还是模样 都像是一条体型庞大 又很瘦的病狗 我眯了眯眼睛问莫楚遥 她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 五年之前 外公白天还在工作 晚上吃完晚饭 突然就变成了这样子 月大小姐 你应该知道我外公的身份 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能传出去 于是我们宣布 外公得了疾病 辞去了总统一职 然后将他送到这里疗养 月大小姐 您一数高超 求您救一救我外公 他不仅是个好总统 还是个好外公 我非常敬重他 他说的言辞恳切 我都快醒了 然而他眼底一闪而过的阴险 却逃不过我的眼睛 好 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 我帮你 真是太感谢了 我来到床边 他从背后看着我 眼中满是兴奋 就在我伸手去抓那位 前总统的手时 前总统忽然抬起头 朝我呲牙咧嘴满嘴的凶恶 口中发出了野兽的叫声 忽然他双腿一蹲 身形猛的一起 像野兽一样朝我扑了过来 莫楚遥眼中的兴奋更深了 似乎特别希望自己的外公 能一口将我咬死 我却一把抓住了前总统的手腕 他发出一声乌烟 倒在了床上 温顺无比 莫楚遥惊呆了 用不敢置信的目光盯着我 就像在看一个怪物 我用神识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 他被犬妖附身了 说吧 我伸手在他头顶上一抓 凭空抓出一条狗来 扔在地上 那狗长得有一头小牛犊那么大 一脸的凶恶 恶狠狠地盯着我 仿佛要将我生吞火波 我放出自己天仙级的威压 那犬妖浑身一抖 身子一软 居然瘫倒在地上色色发抖 与刚才那个凶声恶煞的犬妖 判若两狗 莫楚遥震惊不已 你是中央师吗 我没有理他 而是盯着犬妖冷冷道 你为什么要附身在前总统的身上 犬妖的眼中流出了浑浊的泪水 居然开口说话了 他说六十年前 当总统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在家乡生活 他们所居住的村子里 有一座犬神庙 因为三百年前犬神曾经救过这个村子 因此村民们为他建造庙宇 势在供奉 但前总统被狗咬过 非常讨厌狗 有一次进犬神庙里玩的时候 看见了犬神的塑像 想起那只咬过他的狗 心中又怕又恨 就叫来自己的随从 让他们毁掉了犬神像 前总统是贵族 没有村民敢阻止 都敢怒不敢言 后来他走的时候 还叫人烧掉了犬神庙 不许再见 从此之后 犬神流离失所 他恨透了前总统 但前总统的气韵意志很高 他不敢去伤害 但是五年之前 他的气韵下降 开始走霉运 他就趁虚而入 附身在了前总统的身上折磨他 霉运 他走了什么霉运 别看他表面是个好人 其实暗地里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 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死在他手上的人 没有十个也有九个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跟着他 他做过什么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为了取大贵族家的千金小姐 他连自己的原配妻子都害死了 没想到 今天居然能听到这么多豪门秘星 真是不需此行了 而莫楚遥却变了脸色 他虽然很瞧不起 这个小贵族出身的外公 但他毕竟是自己的亲戚 如果外公的名声被毁了 他们家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叶大小姐 你还在等什么 这种妖怪说的话 怎么能信 赶快将它除掉 我家的灵质仓库 你可以随意去挑选 他往前一步急切地说 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 好 我手一挥 犬身惨叫一声 化为一缕黑雾消失了 好了 这个妖怪已经被杀了 事情也解决了 说着 我侧过头 看了一眼床上的前总统 他的意识已经清晰 他的病情已经治好 以后只需要好好调养身体就行了 前总统在女仆的搀扶下 缓缓坐了起来 感激地望着我 多谢女士的救命之恩 你的外孙女已经给过报酬了 还是要感谢女士 这么多医生 捉腰师都做不到的事情 您却做到了 您的法术真是高明 哪里 一点雕虫小鸡罢了 不打扰您的休息了 告辞 请 莫楚遥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微微侧过头 看了自己的外祖父一眼 收到了他凌厉的眼神 嘴角上钩 亲自上前打开了门 就在我走出房门的刹那 无数的子弹朝着我飞笑而来 我闭上眼睛 露出一抹冰冷的笑容 身体里猛地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那些子弹生生挡在了半途之中 就像是射进胶水里动弹不得 只挡了不到两秒 那些子弹猛地射回去 打在那些埋伏的军人身上 参叫声响起 外面躺了一地的尸体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河 蓝山梦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哦 我后退一步又回到了房内 反手关上了房门 看着脸色惨白的莫楚遥和前总统 刚才我说雕虫小技 其实只是谦虚而已 你们怎么就当真了呢 莫楚遥惊恐地掏出一把小巧的手枪 对住罗的脸 这可是琳琅子弹 不许过来 你尽可以开枪试试 莫楚遥拿着枪的手微微发抖 这位女士 我不管你是谁 但请你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 你要是杀了我们 就算走出了这房子 也会一辈子被追杀 对 我的父母一定会追杀你的天涯海角 只要你放过我们 我给你的承诺 全都会兑现 你们似乎搞错了一件事情 不是我要杀你们 是你们要杀我 因为我知道了太多的事情 你们要杀我灭口 就算我放过你们 你们还是不会放过我的 像你们这样的人 我见识的太多了 总以为事件是绕着你们转的 肆意妄为草菅人命 其实 你们不过是蝼蚁罢 说吧 我一抬手朝着前总统凌空一握 咔嚓一声 前总统的脖子被我生生扭断 他就像个破布娃娃般倒在床上 死死的瞪大了眼睛 护士和女仆吓得四处逃窜 往桌子和床下走 而莫楚瑶也浑身发抖 惊恐的朝我开枪 那些灵能子弹的强度比不上地球上的 我抬手一挥 就将那些灵能弹给打散了 一缩子弹打完 莫楚瑶已经无计可施 忽然想到了什么 你 你 想不想要养魂白玉果了 我派出去的队伍已经传回了消息 他们找到了养魂白玉果 正往回赶 如果我被你给杀了 他们一定会将那果子根毁掉 你的未婚夫就死定了 我冷眼望着他 这个女孩子还真是挺聪明的 我缓缓来到她的面前 忽然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按住她的胸口 她只觉得胸口一疼 惨叫一声痛苦地弯下了腰 好半天她再缓过来 惊恐地冲到镜子前撕开自己的裙子 发现胸膛上居然印着一朵黑色的玫瑰 就像纹身 这 这是什么 我站在她身后 从她耳边望过去 看着镜子中的她 这是我种在你身上的诅咒 如果你胆敢再对我耍花药 我就只能要了你的命 话音刚落 黑色的荆棘从她的身体之中钻了出来 有的甚至从她的口中钻出来 蛇一般地在身上游走 在她血白的肌肤上 留下了一道道恐怖的血痕 她惊恐地失声大笑 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发现一切都没有发生 只是幻觉而已 现在 你知道诅咒的厉害了吗 知道了 我 我再也不敢了 很好 她的死你自己去解释 如果让我知道一丁点关于我就是凶手的消息 放心 我不会死 但你一定会 说吧 我转过身打开门 门外又聚集了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 将黑洞洞的枪口对转我 让她走 莫楚遥的声音传来 士兵们互望野 缓缓放下了枪 让出了一条毒 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中缓缓走出去 直接上了她的车 司机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还不开车 司机只觉得后脊被一凉 立刻踩下油门急驰而去 身后传来了莫楚遥愤怒和仇恨的怒吼声 回到了莫家 我走到影声窑所在的门边 那两个照顾我的女仆惊恐地望着我 似乎有话要说又不敢说 我面色一沉 一掌拍开门 进去一看 脸色立刻变了 床上的人不见了 我手一伸 一个女仆被我吸了过来 掐住了脖子 人呢 女仆惊恐地摇头 我手上用力 她拼命挣扎 满脸亲子 求求你 不要伤害我姐姐 我什么都告诉你 还不快说 是公爵大人 她听说 听说大小姐迷恋这个昏迷的男人 大为震怒 夏令将这个男人带走 另一个女仆战战兢兢地说 我将那女仆往旁边一扔 弄到哪了 我 我不知道 看来 得去问问公爵大人了 岳大小姐 公爵大人不太好说话的 身边又有很多能人意识保护 您这是一卵几十啊 那就看看 他身边的那些能人意识 到底有什么能耐 尹圣尧是我的逆灵 谁要敢动他 我会让他生不如死 此时 墨家公爵 正坐在自己的书房之中 接过秘书帝来的文件 粗粗看了一遍 大笔一千 下去吧 我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美艳的秘书恭敬地答应了一声 拿着文件走出了房间 公爵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的女儿居然迷恋上了一个重伤昏迷的奴隶 这件事被有心人知道之后 就开始在贵族的圈子里流传 现在莫楚遥的名声都要被摆坏了 他刚才看到那个奴隶确实长得很俊美 现在还昏迷着就把女儿迷得生魂颠倒 一旦醒来那还得了 这样的人怎么能留着的 按照法律 没有户籍的就是奴隶 因此他也认为隐胜瑶是奴隶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声音骤然回头 看到我站在门边 冷冷地望着他 我的容貌让他惊了一下 他身为公爵 不管多么美丽的女人都见过 但像我这种气质的 却还是第一次见 你就是岳东宇 他上下打量我 呵呵一笑 多年前我曾见过岳家大小姐一次 你们的容貌相差甚大 你到底是谁 你把我未婚夫弄到哪里去了 你未婚夫 哦 他是个奴隶 看来你也是个奴隶 冒名顶替贵族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不想跟你废话 你把我的男人弄到哪去了 他喝完杯中的红酒 将高脚杯放在桌上 然后缓缓来到我的面前 我对你到底是谁 没有任何兴趣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岳东宇 但你必须跟我的鱼儿结婚 岳家的伯爵爵位和所有家产 都要由你们的孩子继承 他微微抬起下巴 居高领下地笑着 只要你答应 从今往后 你就是岳东宇 就算真正的岳东宇回来了 那他也只是个冒白祸 我已经没有耐心听他说下去了 猛然出手凌空一抓 他整个人往后飞了过去 重重地砸在墙上 我的手凌空抓着 他捂着自己的脖子 就像被我掐着一样 皮肤凹了下去 出现了一个五指印 你是 朱药师 他又惊又怒 我没有耐心跟你玩 儿虞我诈的那一套 我通常能动手就不会瞎逼逼 我再问最后一遍 你把我的男人弄到哪儿去了 要是再不说 你恐怕需要针线 才能将你的脖子给缝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翻外二 三千世界之奴隶文明 第四集 他忽然抬起手 往自己胸口上一按 一道光芒朝着我射了过来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 阴痕的光芒 这是一位实力强大的 捉妖师给他的宝物 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他一命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戴着 我抬起手 一把接住那道光 然后一用力将他捏了个粉碎 公爵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这就是你救命的底牌 本来以为你还有什么本事 不过如此 真是叫人失望 说吧我手一挥 将他狠狠地灌在了地上 伟兵 伟兵 不用喊了 外面的人已经被我解决了 你这屋子里所布置的陷阱和报警器 全部被我给拆了 你就算叫破了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他更加不敢相信 公爵的书房有着堪辟总统的强大安保 却被我轻而易举地全部卸出 你已经磨光了我全部的耐心 我朝着他后辈的学位一指 他浑身一抖 发出一声惨叫 这种疼是深入骨髓的 就像有人拿着钻子在你骨头里钻一样疼 公爵养尊储佑 哪里吃得了这样的苦 没到五分钟 他就一态全无失声大喊 我说 我说我说 我什么都说 求你饶过我 我吃笑一声 在他另外一个学位按了一下 疼痛迅速退去 他趴在地上不停地喘着气 烟蒂满是怨毒和愤怒 他以为我没有看见 然而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把他交给了阿桑 让阿桑将他处理掉 阿桑是谁 是我的部下 他现在在哪 我拿起桌上的手机扔在他面前 告诉他将人送回来 公爵沉默了片刻拿起了手机 此刻 那个名叫阿桑的下属正站在一处偏僻的山凹之中 看着躺在地上的隐身摇有些懵 他们接到命令 要将这个来历不明的奴隶给消灭掉 便带了两个人 将他弄来了荒郊野外 想将他活活烧死 但浇上汽油点上火之后 火是烧光了 但人没事 他身上的衣服被烧了个精光 但身体却干干净净 一寸肌肤都没有被烧伤 等汽油烧光了火就自己灭了 老大 他 他不会是妖怪吧 那手下都有些害怕 这个世界上有妖魔鬼怪 动物修炼成精所幻化的妖怪最多 那些妖怪大多心狠手辣 对人类下起手来一般都是全家灭门 阿桑野心惊胆战愣了半场 去请李大师来 他是重要大师 一定会有办法的 话音未落 电话就响了起来 阿桑一看是自己的主人 立刻毕恭毕敬的 人杀了吗 还没有 大人 这个人 没杀就好 立刻将他带回来 说吧就挂断了电话 阿桑一头雾水 公爵大人 这还是第一次改变主意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公爵大人送回去 公爵打完电话 用奇怪的目光望着我 以你的实力 肯定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 坐在他的对面 我淡淡的 因为你孤陋寡闻 公爵眼底有了几分怒意 他身份尊贵 从出生开始任何人对他都是毕恭毕敬 而我却视他为无物 没过多久 阿桑几人带着尹圣瑶进了院子 一进门他就发现不对了 有古怪 老大 有什么古怪 公爵大人的院落皆为森严 咱们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还是先退出去为妙 可是老大 如果惹动了公爵大人 手下都面露难色 阿桑也有些犹豫 公爵大人可不太好说话 这时就听见公爵的声音从书房里传来 把他带进来吧 阿桑一愣 连忙朝身后使了个眼色 将尹圣瑶抬了进来 他们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心里道 大人 我几步来到尹圣瑶身边掀开毯子 见他身上一丝不挂 还带着一丝烟壶气 便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我缓缓站起身来 身上弥漫着一股令人可怕的杀意 阿桑等人浑身瑟瑟发抖 就像面对一个千年大妖一般 然而 我没有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我打了一个响指 四个人在原地啪的一声炸开 如同破碎的西瓜一样血肉横飞 公爵就算再镇定 看到这样的情景也吓得面如土色 我正想将尹圣瑶抱起来 外面突然传来了急切的脚步声 还有直升机的引擎声 我用神石一扫 原来大部队到了 至少来了两三百日军人 两台武装直升机和两台坦克 将整座后院围了个水泄不通 是你叫来的 公爵一点贵族架子都没有了 一个劲的摇头 看来有人想让你死啊 公爵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我忽然大声道 趴下 他本能地扑倒在地 下一刻急切的枪声传来 无数子弹如同雨点一般打进了窗户 几乎将整座墙壁都给打烂 公爵又惊又怒 他终于明白我话里的意思 这肯定是他家族之中的人下的命令 目的是将他和我一起杀死 到时候就可以嫁祸在我身上 然后夺取他的权力和地位 我依然站着 那些子弹就像讲了眼镜一样 从我身边打过 没有伤到分毫 救我 只有你救我 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要我救你可以 但你们墨家的凌职仓库 里面的东西全归我 公爵完全没有犹豫 好 全部给你 真是个聪明人 如果他死了 那些东西全都便宜了别人 留着有什么用呢 很好 真没有想到 到了最后 救你的人却是我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和 蓝山梦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哦 我正要走出去 忽然一只手伸过来 按住我的肩膀 我心头一喜 侧过头来 盛阳 你醒了 他猛地伸出手 将我搂进怀中 低头吻住了我的唇 这是一个疯狂地吻 吻了昏天暗地 吻得我意乱情迷 好半天他才放开我 这种事情 哪里需要你动手 不要脏了你的手 我来吧 此时的他已经穿上了一件 黑色的长袍 缓缓走到了门边 打开了门 外面的人一炮轰来 这一炮的威力 足以将整座楼都炸平 但是炮弹 居然在空中转了一圈 狠狠地落在了坦克上 爆炸声中 坦克炸毁 冒出冲天的火光 隐生瑶一步一步走了出去 对方不停地开火 却惊恐地发现 所有打向他的子弹炮弹 全都飞了回去 一时间炮火连天 一轮火力之后 这两百人的军队 全都化为了乌有 地上横七竖八 倒满了人 有的已经成了碎尸 有的还没有断气 但缺胳膊少腿 残叫声 此起彼伏 隐生瑶退了回来 对公爵冷冷道 起来吧 想杀你的人已经死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的废话太多了 兑现你的承诺吧 不然你就和他们一个下场 公爵沉默了一阵 拿出了一把钥匙 告诉了我们灵智库的所在 这是灵智库的钥匙 两位想要什么 尽管拿 隐生瑶接过钥匙 勾了勾嘴角 算你实效 买了自己一条性命 说吧 他低头在我头顶 轻轻一吻 走吧 金瑶 我们去去站里边 我们消失在了门外 公爵身体摇晃了一下 扶着桌子 才看看坐稳 恶魔 他们是恶魔 我们来到了 位于深山之中的灵智仓库 这个墨家果然富可敌国 里面的灵智 多得快放不下了 我们没有客气 将这些灵智全部搜罗一空 至于墨楚瑶手中的那颗养魂白玉果 我也没有放过 不下刚刚将灵智交给他 我们就来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隐胜瑶身上 激动的有些发抖 眼中满是潜泉与眷恋 但隐胜瑶却面色冰冷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墨楚瑶的心 砰砰跳个不停 不知道为什么 身份高贵的他在隐胜瑶面前 却有一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好半天才鼓起勇气开口道 我 我可以知道 你 你的名字吗 我叫隐胜瑶 隐胜瑶 这名字真好听 我很感谢你救了我 但你想要杀我的女人 这一点不可饶恕 墨楚瑶似乎察觉到他身上的杀气 脸色发白后退了一步 惊恐地望着隐胜瑶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将手中的养魂白玉果滴过来 尹 尹先生 不要杀我 我为了你 派了很多人出去搜寻这个灵智 每日每夜地照顾你 所以你现在才能活着 你曾经嘴对嘴喂过我药 墨楚瑶惊恐地捂住自己的嘴 隐胜瑶手指一弹 他失声尖叫起来 嘴唇居然一寸一寸的腐乱 露出了里面的牙齿 显得十分恐怖 他简直要疼得晕死过去 隐胜瑶将一只玉瓶扔在他面前 我不喜欢除了君瑶之外的人闻我 吃了这个药 你的嘴会再长出来 墨楚瑶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 将里面的丹药倒进嘴里 他的嘴唇立刻以极快的速度开始复原 不到两分钟就完全恢复 他立刻冲到镜子前 看到自己的脸依旧无恙 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等他再次想起我们的时候 我们早已经离开了 他就算再迷恋隐胜瑶 也不再敢肖想他 离开了墨家的庄园 我问他 我们现在去哪儿 再去下一个世界吗 这怎么行 我们在上一个世界待了十年 以唐明离的模样生活了十年 才刚刚换了隐胜瑶的模样 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呢 他凑到我的耳边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 我反手抱住他 你想做什么 你说呢 我心领神会用力一推 将他推倒在地 金瑶 得到了养魂白玉国 你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回去一趟 其实真正被流放的只有他 而我随时都可以回去的 他的手骤然一紧 又缓缓放开 好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一去不回的 我不担心 我们说过 要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我相信你 我为你布置一个传颂阵法吧 只是布置这阵法 需要一点时间 我等 多久我都等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一等 居然等了足足九年 我们在这个世界 生活了整整九年 九年之中 我们救了许多 被掠卖的奴隶少年少女 将他们带到了 之前的那座荒岛之上 如今 这座荒岛已经变成了 一座桃花园 岛上没有主人 也没有奴隶 人人都生活得很快乐 这些人中 我们居然发现 有三分之一拥有灵根 便给他们功法 让他们修炼 如今天赋最高的 已经有了七品的修为 这座岛 俨然已经成为 一个新的宗门 我牵着尹圣瑶的手 来到了位于山顶的 那座传颂阵 阵法十分繁复 各种各样的符纹 布满了足球场 那么一大块地 看起来很壮观 圣瑶 不用送了 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 你好好休息吧 我向传颂阵走去 他忽然叫住我 静悠 我步子一顿 回过头来看向他 他一脸的不舍 这事情办好之后 早点回来 我笑了笑 心中知道 他是舍不得我的 我忽然跑了回来 一把抱住他的腰 圣瑶 等我 我一定会尽快回来 嗯 这次回去 我会去看看一王宗 如果他们过得好 便罢了 如果他们过得不好 我会出手 想来师父不会介意的 嗯 我会告诉阿信 你一直惦记着他们 哦 我抬起头 在他唇边印下一腕 相信我 说完 我身心意气 面对着他 往后飞向了阵法的中央 阵法开始启动 四周的灵气 全都涌动了起来 五行石之中 射出五彩霞光 凝聚在我的身上 我的身体 随着灵气漩涡 变得越来越模糊 最后化为一缕光 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银圣瑶心中很难过 哪怕是传颂阵 又迷失在 时空裂缝中的可能 他害怕我永远都回不来 但他不能阻止我 他盘腿坐在 传颂阵面前 从今天开始 他会一直在这里 直到我回去的那一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翻外三 回地球 第一集 深秋的紫叶 接连的阴雨天 冷照着山城市 绵绵细雨 稀稀利利地下个不停 天空一片阴霾 看不见月亮和星辰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雷电 从天而降 狠狠地打在了山林之中 窜起一道冲天的火光 但那火光并没有 引起火灾 很快就熄灭了 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缓缓地站起身 从火焰之中走了出来 抬头看了看天空 呼吸了一下空气 一股熟悉的味道 充满了我的胸腔 我终于回来了 过去将近三十年 我终于再次回到了 自己的家乡 回到了 这个无数次出现在 在我梦中的地方 一时间泪水 引满了我的眼眶 我来到了伊王宗 发现这座宗门 居然发展得十分庞大 之前只是几座建筑 而如今却密密麻麻 占据了整片山脉 其中有大片大片的灵芝园 布置护山大镇 灵芝园的灵芝 长势很好 还有一些 十分稀少的珍贵灵芝 我满心欣慰 看来伊王宗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我没有惊动他们 悄悄找了一个灵气充裕的地方 给我的分身吃了养魂白玉果 将它埋在地下 还布了一个巨灵的阵法 瘟养着 做好这一切 天已经亮了 我来到了城里 三十多年的时光 让这座美丽的山城 变了许多 科技更加发达了 城市更加繁华 异能者也越来越多 我站在解放碑前 看着这座高大的建筑 恍若隔世 物不是人已非 或许没有变的 只有我自己而已 我找了一家咖啡馆 像以前一样 点了一杯拿铁 坐在靠窗的位置 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出神 我本该去见见 我那些亲人朋友的 但不知为何 我竟有些害怕去见他们 这就是所谓的 静香情窃吧 忽然 一道神秘的气息靠近 我骤然回头 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朝我走来 她坐在我的对面 深深地望着我 眼中有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我真不敢相信 你居然回来了 你似乎并不想我回来呢 东阳 没错 她就是我的弟子 向东阳 三十年没见 她已经变了很多 不再是当年那个实力 第一位需要我保护的少年了 你没有分身成功吗 你现在的修为 是跌仙吧 三年前 我本来可以飞上她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走啊 我皱起眉头 原来她是自愿失败的吗 在九重雷劫之下 她居然能做到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她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 墓子还差一点才能飞上 我就等她 还有 我想再见你一面 师父 有些心里话 我想告诉你 如果瞒着你 我的心里总有一个心结 将来在天洁 也不会有多大结束 当初 你在那个西方的地狱之中 其实已经被夺舍了吗 当初 我和唐命令尹圣瑶 他们一起去哀嚎之地 她被一个人留在外面 悄悄跑出了 我所设的防御阵 后来她告诉我 她因祸得福 得到了一个上古 异阶大能的尸体 还得到了她的传承 当时我就怀疑 她已经被夺舍了 但她毫无保留地 让我进入她的尸海检查过后 她并没有被夺舍 之后的很多年 我一直在疑惑 师父 我当时并没有被夺舍 只不过 我也没有得到什么传承 那个异界 她能已经死得 不能再死了 她什么都没有留下 你到底是谁 师父 其实 我来自一世纪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 果然 她望向窗外 似乎有些怀念 我所在的那个世界 是个修正文明 我出生在一个小渔村里 父母都是打鱼的渔民 在我家乡的附近 有个很大的宗门 每过六十年 他们就会在四周的村子里 寻找有连根的少年 收入宗门里培养 我幸运地被选中了 三连根 不算好 也不算坏 勉强进了外门 成为外门弟子 我花了三百年时间 一步一步成为了 合体系的修饰 就在我近期的关键时刻 我的道理背叛了我 和我最疼爱的弟子一起 将我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我很不感谢 正好之前 我得到了一件宝物 我的灵魂就附在 那件宝物之上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已经穿越时空 挨到了地球 脱上在了母亲的肚子里 出生之后 父亲就给我取了个名字 向东阳 我恍然大悟 怪不得 一直觉得他古里古怪 却找不到被夺舍的证据 原来他不是夺舍 而是转世 既然如此 为什么你之前混得那么惨 我被人封住了经脉 丧失了记忆 你帮我疏通了经脉之后 我的记忆就完全恢复了 原来如此 向东阳就像是吐出了多年的心结 满脸的轻松 我看了看杯子 咖啡已经喝完 我又点了一杯 他们怎么样 墓子还有一步就能飞升了 最多半年 最先飞升的是沈安逸 几年之后 山光源也飞升了 然后是白宁卿 徐永逸 黄芙莲花 他们都已经飞升了 很好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 阿信和云永青呢 云永青已经成为了 西南地区散修的最高领袖 阿信是一望宗的开派总统 二十年前和黄芙莲花结了婚 但她的天赋要弱一些 黄芙莲花已经飞升 而她却卡散了神级巅峰快十年了 始终无法突破 一望宗现在怎么样 一望宗在十五年前 正式和灭了药王谷 成为了华夏第一大宗门 现在华夏百分之七十的弹药 都注资一望宗 一望宗的弟子也突破了万人 阿信兑现了他当年的承诺 将一望宗发扬光大 盛瑶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很高兴的 墓子知道我回来了吗 他还不知道 我是发现昨晚有火光降落 去山林之中查看 发现空气中弥漫着您身上的气息 才在此时您回来了 我现在就通知他 不必了 再见又如何 终究是要离别的 与其再次经历离别之苦 还不如不见 可是 何况我留下了一件东西 是什么 我笑而不语 从乾坤袋中拿出一只玉瓶地给他 替我将这个交给阿信吧 告诉他 这是他师父给他的 他是尹圣瑶最大的骄傲 师父 见我起身离开 向东阳连忙问道 你要去哪儿 我没有回头 笑了笑 我要去到处走走 看看地球的变化 回去之后再告诉他 向东阳望着我的背影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萧萧 云天河 蓝山梦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我花了三天的时间将地球粗粗走了一遍 地球的变化很大 特别是华夏 当年的华夏大灾难之后 很快重建了起来 华夏的艺人又多 国力大幅度增强 很多得到了脑力艺能的人 点亮了科技术 让这个国家的科技和艺能共同发展 渐渐地将其他国家都甩在了后头 如今已经成了地球老大 连花旗国都在排在后面 三十年 竟然沧海桑田 这个晚上我下榻在了迈阿密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 花旗国的经济和国力虽然比不上华夏 但他们的底蕴还在 依旧十分繁华 我坐在落地窗前喝着八二年的拉费 静静地俯瞰着夜晚的城市 当年的拉费已经是天价了 何况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据说只流失了二十瓶 我这一瓶还是从一个老玩家手中买到的 他的女儿生了重病 命不久矣 我给他一颗疗伤的丹药换来了这瓶酒 喝完了杯中的残酒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朋友 既然来了 就出来相见吧 话音未落 背后忽然光影一闪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出现在了客厅之中 我回过头看见了一张极为英俊的脸 是白种人 有着一头好看的金色头发 身材高大挺拔 衣服下隐隐偷出尖湿的胸膛 好久不见了 真没想到居然还能见到你 你是 骷髅王 骷髅王在我身边坐下 我现在 已经不再是骷髅了 看出来了 没想到当年你居然跟我逃出了地狱 我要不要为名除害将你送回去呢 很显然 我在人间过得很好 没有滥杀无辜 而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 你现在所住的这家酒店 就是我的战业 听说这座酒店的主人 是一个名叫黑渊的商业帝国 花旗国就在这个商业帝国的控制之下 看来这些年 你过得很好 嗯不 我过得并不好 他身体微微前倾 深深地望着我 直了置自己的胸口 这些年来 我总觉得这里少了点什么 直到我见到了你我才知道 原来 是少了你 那是因为你喝了我的血 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 这是你重生长肉 需要付出的代价 认命吧 我不想认命 我曾经 我曾去华夏找过你 可惜 他们说你破碎虚空 去了另外的世界 还好你回来了 他的眼中亮起一道光 编军友 我 话还没有说完 我手一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直接将他扔出了床外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关上窗户打了个哈欠 啊 该睡觉了 你很吵 说吧 我一口饮尽酒 钻进了被窝之中 呼罗王飞了回来 站在窗户外面 深深地望着我 似乎想要对我说什么 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他知道 自己不是我的对手 如今呢 我是天仙等级 虽然用特殊的手法 封闭了力量 瞒过了天道 但也不是他能够对付的 他很不甘心 却又不得不知难而退 两久 他终于离开了 我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 我打开窗户 吸收了从东方而来的 一抹鸿蒙之气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我该走了 他还在那个世界等着我 我回到了华夏 回到了来的那座山峰之上 翻开手 在我的手腕内侧 有一个小型的扶阵 我咬破手指 在那小型扶阵上轻轻一抹 扶阵立刻就亮了起来 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天而降 拉扯着我 我张开双手 闭上了眼睛 化为一缕光 被拉进了虚无的时空之中 当我睁开眼睛之时 看到尹圣瑶正盘腿坐在传送阵前 见我回来 他仰起头 嘴角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你回来了 等了很久了吧 没有 我也惨来 我知道 从我离开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没有离开过 我扑上去抱着他的脖子 稳住了他的唇 他脸上闪过一抹星系 抱住我的腰 反身一扭 将我压在地上 我们的身体纠缠着 如同两尾缠绵翻滚的鱼 一番云雨之后 我抱住他的腰 贴着他的脸 我们下一站去哪 去修斩世界吧 你的修为 已经是天仙等级了 我想让你更进一步 然后 他凑到我的耳边 这样 你就能承受得更久了 我老脸一红 将他推了一把 去你的 你整天都在想什么呀 我想的 当然是你的 说吧 他再次将我扑倒 压在了我的身上 我抱着他的脖子 鼻腔里全是他身上 那青草的淡淡香味 只觉得整个世界 仿佛只剩下一团耀眼的白光 只要能和他在一起 我的世界就充满了阳光 他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心所安处 就让我沉溺在他的温柔之中 无法自拔吧 半年过去了 李木子从修炼之中 睁开了眼睛 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 他的容貌也越来越美 浑身上下都仿佛 萦绕着一层淡淡的光 让人心旷深意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急匆匆的从窗 踏剎下来 开门冲了出去 向东阳此时 正在给院子里 那棵桃花树 休闲树枝 他冲上去的 别捡了 别捡了 东阳 快跟我走 我们去接师父 向东阳的步子一顿 难道师父的分身 走 我们现在就去 向东阳立刻扔掉了手中的剪刀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郊外的山上 因为聚灵阵的缘故 这座山峰的树木长得十分茂盛 哪怕已经时遇 还有许多夏季的话在开放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吞鬼的女孩作品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唐人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恐怖女主播 两人刚刚落在山顶 忽然轰得一声响 山峰中心的土炸开 阳光洒进了棺材之中 笼罩在一个美丽的少女身上 我的睫毛轻轻抖动了一下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就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中我是一个长相 很丑的女人 脸上长满了疙瘩 从小被父母抛弃 被所有人欺负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但我还是撑过来了 直到遇到了那个 叫做尹圣瑶的男人 那一天是我人生中 最悲惨 最灰暗的一天 连唯一的亲人 也成了植物人 从那一天开始 我所有的梅运都用光了 很快我得到了一款直播间 开始了我的逆袭之路 我的人生变得多姿多才起来 我遇到了很多人 很多事 有欢笑 也有悲伤 我能记住每一个细节 也能感受到所有的喜怒哀乐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那是别人的故事 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师父 一声熟悉的轻呼 将我从迷茫之中叫醒了过来 我仔细地看了看 墨子 东阳 师父 你还记得我吗 太好了 李墨子兴奋地将我搀扶了起来 伸手抱住了我 师父 我好想你啊 我拍了拍他的后背 傻丫头 师父不就是睡了一觉吗 怎么弄得像分开了几十年似的 李墨子的眼神有些怪异 他和向东阳互忘了一眼 师父 你最后的记忆到什么时候 好像是天地下令 将我和冬月一起流放 之后 之后我好像睡着了 对了 冬月呢 难道他将我打晕自己走了 师父 有件事情 我们要告诉你 希望你别激动 东阳 你觉得现在说这个合适吗 现在不说 总有一天也要说 既然如此 不如一开始就说清楚道 就算要说 也要先回家吧 我们回到了柜园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里很熟悉 却又很陌生 李墨子给我端来一杯清茶 我喝了一口 有什么事情 你们就说吧 我能够承受住 还是你来说吧 师父 其实 你不是我们的师父 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是我所说的 为二的两个徒弟 为什么我又不是你们的师父 难道你们不认我了 师父 其实 你是我们师父的分身 分身 我忽然想起 在我的记忆之中 曾经寻找到一段女蛙木 然后用女蛙木雕刻了一个分身 还将自己的一缕灵魂 放入了分身之中 只是 那分身一直都没有醒来过 我颤抖了一下 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我 真的只是一个分身吗 之前那个长长的梦 原来真的不是我所经历的 而是本体的人生 师父 你的灵魂是从师父的本体分裂出来的 其实 也算是我们的师父 所以 你就不要去纠结这个了 我们都认你的 这个消息让我更加茫然了 我记得 当初本体制作分身 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强大的帮手 可是现在 那本体呢 已经跟着冬月 去往三千大世界了吗 两人点了点头 我低下头 心中有些怅然 冬月和本体走了 双宿双飞 现在过上了美好的日子 而我呢 又该何去何从 其实 我虽然有着本体的所有记忆 但对唐命令和尹圣瑶 并没有多深的感情 听说他们离开 我也不过是稍微失落了一下 那些感情 本来就不属于我 师父 你今后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 我正要开口 忽然天空中一声惊雷 我们三人浑身一震 此时的山城市 天空中乌云压成 雷声滚滚 一幅末式的恐怖景象 大风席卷了整个城市 将闹市区的大树都给掀了起来 是劫云 我的飞声雷劫又来了 不 那是师父的雷劫 师父的分身 也到了神机巅峰 可以飞声了 我虽然是本体里分裂出来的 但是和本体还是有联系 我的修为会随着本体的增长而增长 现在的本体修为应该很高了 说吧 我纵声而起 朝着那层层跌跌的劫云飞了过去 第一道劫雷也随之落下 重重打在我的身上 九重劫雷虽然很强 但我轻轻松松撑过去了 我现在的实力 应该不仅仅是神机巅峰 至少应该是仙人级别 而本体想来已经突破了天仙吧 九重雷劫之后 一道白光从天而降 落在了我的身上 这就是大明鼎鼎的接应之光 我缓缓朝着天空飞去 低头朝下看了一眼 山城市的人们都跑出来 看我飞升 一时间万人空向 又有人飞升了 咱们山城市真是个风水宝地呢 这一二十年飞升的人真多 就是啊 住在山城市里 连命都要比别的地方活得长 是啊 咱们山城市的高领导人真多 最长寿的普通人 过来一百一十五岁了吧 最后我看向两个为我送行的弟子 朝他们挥了挥手 木子也快飞升了 我会在天界等着他们 世界忽然变成了全白 我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从一汪白色的池子中浮了起来 我低头看了看那池子 里面的水全是白色的 还冒着缕缕的白烟 这就是传说中大名鼎鼎的飞升池 君瑶 你来了 我回过头 看见一个穿着朴素的轻袍男人 站在飞升池边 师父 我连忙上前见礼 他摇了摇头 不必多礼了 师父 我只是个分身 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够做您的弟子 你就是袁君瑶 袁君瑶就是你 本就是我的弟子 还分什么本体 分身 本体还活着 总要区分我俩才行 师父 我打算改一个名字 求您赐名 也好 这样吧 我就赐你一个名字 就叫袁君瑶吧 瑶也是美玉的意思 君瑶参见师父 他微笑着将我搀扶了起来 走吧 君瑶 我给你准备了一出洞服 你去看看 缺什么 尽管和师父说 师父 您知道我要飞升吗 为师之前 补了一挂 算到你要飞升成仙了 便先一步准备妥当 多谢师父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潇潇 云天和 蓝山梦 为您演播的多人小说剧 恐怖女主播 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订阅 评论 转发 每晚八点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 在师父的带领下 我来到了那座洞府 这座洞府离灵霄殿很近 在一座神山之上 那神山上还居住了好几位仙人 都是无极大罗惊仙 师父为我们一一介绍 他们都对我很客气 走进这座洞府 里面的陈设很朴素 但十分雅致 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 灵芝放了整整一个屋子 怎么样 喜不喜欢 喜欢 谢谢师父 只是 让您破费了 你是我的弟子 就如同我的儿女晚辈一般 我自然 要给你最好的 他与我喝了一杯茶 便回了灵霄殿 我坐在蒲团上 望着窗外云卷云书 心中还是有些惆怅 其实我知道 师父对我的感情 其实是因为对本体的歉疚 这一切 其实都不是我的 虽然明明知道 可是心里还是很难过 就在这时 忽然外面有人敲门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居然是上官云 他也已经飞升 此时的他 穿着一身黑袍 头发也流长了 劈散在脑后 让他更加的先锋道骨 上官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忽然张开双手 一把将我抱入了怀中 我脑中有些发懵 他却抱得很紧 紧得就像要把我 揉进了身体之中 俊友 时隔三十多年 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他的声音里 充满了浓郁的情感 兴奋 喜悦 难过 悲伤 不舍 仿佛他所有的情感 都在这一刻 迸发了出来 你弄错了 上官 先生 我叫袁军林 不叫袁军瑶 他是本体 而我是分身 不 你就是他 分身也是他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他张了张嘴 却有些迷茫 他只是一听到我 飞升了 就激动地赶来见我 至于见到我后 要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却没有想好 等你想好了再来吧 你也爱着唐明离 和尹世瑶吗 他们是本体的 我不爱他们 也不该爱 那 我有机会吗 相官先生 我才刚醒来 没有多久 暂时不想去思考 那些东西 希望你能够见谅 他沉默了片刻 有机会吗 我有些纠结 沉默了好一阵 才开口道 你请回吧 虽然我没有正面回答 但已经给出了答案 他脸上染上了一层寒霜 这 精灵 我不会放弃的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和我在一起 我关上了洞府的房门 心中一团乱马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还没来得及喝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这次竟然是一个仙女 我愣了一下 觉得这位仙女很眼熟 您是 您是南明夫人 那位仙人雍容华贵 身上虽然只穿了一件朴素的蓝色长袍 上面只是淡淡的暗花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花纹 头上也只是简单挽了一个发剂 插了一只水晶发钗 简单地和到处金碧辉煌的天界 有些格格不入 但是她身上的光彩 却让人目眩神明 她就是何宁的妻子南明夫人 何宁曾用秘法在火焰之中 寻找她的踪迹 我就是在那团火中见过她的容貌 一见就忘不了了 她也是我的祖先 我连忙见礼被她拦住了 姑娘 咱们就不要行这些虚礼了 请我进去喝一杯茶吧 我连忙侧身让开 请她起来 又尝着外面忘了忘 何宁呢 南明夫人在罗汉床上坐下 我连忙为她倒了一杯灵茶 她一边平民一边说 何宁 她应该很恨我吧 夫人 说起来我也算你们的后代 当年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 当年 我做了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选她 还是选我的儿子 其实我们这一族和沈族的属性是相克的 我们姐妹夫妻没有关系 但是不该生下后代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我儿子出生后我才渐渐发现 她得了一种怪病 那种病 我要了她的命 我回到了祖宗 找到了长老 当年我和何宁成亲之时 长老就劝阻过我 但是我没有听 她告诉我 有个方子能够治好我儿子的病 但是 儿子不能再与父亲见面 一旦他们隔得近了 儿子的怪病就会复发 到时候 神仙都难救 那您 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呢 告诉了她 她会更加痛苦 我宁愿她以为我变了心 也不愿意她 你就伤心一辈子 我无言 沉默了一阵我说 既然您打算瞒她一辈子 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她深深地望着我 因为你是我的后代 你有权知道真相 顿了顿 又看向窗外 三十年前她来找我 我说是我变了心 她大为震怒 回袖而去 不知道去了何方 也好 这次 她总会死心 说吧 她喝进了杯中的残茶 起身笑道 这个秘密 在我心中存了这么久 现在终于轻松了 我将她送到门口 见她落寞的背影 心中不知为何 竟有些隐隐作痛 何宁一直想问她 她到底爱不爱自己 这一刻 我终于知道 她爱得极深 深到愿意永远背负这一切 这就是爱情 我的本体袁君瑶 不就愿意为了冬月远走她乡吗 我正要缓缓关上门 却听到一声惊喜的大叫 姐姐 我一正抬头望去 很多人架着云彩朝我飞来 一个个兴高采烈 沈安逸 鸡飞星 白宁青 黄斧莲华 窦灵 黄山君 九灵子 黄炉子 云霞仙子 至少 我还有这么多至亲好友 对我来说 这就足够了 我将洞门大开 脸上带着和熙的微笑 你们来得正好 炉子上煮着茶 已经好了 本文到这里 就全部更新完备了 感谢您的收听 也欢迎你继续支持 我的其他作品哦 雪叶萧萧在这里等你